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我吃下不死药 不会受伤 不会击负 更不会疲倦 怀着对嬴政的恨意 我日夜不停地挖掘黄明 只为出去将他挫骨扬婚 当然 那个设计黄明的老头也是列在了一杀名单身 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 今天我终于看到出去希望 再一下又一下 大力踢倒之下 门上的鼓势软软下了 急于阳光已经透过凿胎的肯定照射进我见证更加卖力 大门中间终于被凿出一个钻子 奋力一推 大门轰然脑袋 沉重的门声砸在地面上 发出隆隆的响声 今天被关了两千余载的大庭第一炼丹师落场 终于是重见天日 姓名落成 姓别爱啊 什么呀 快说男 家庭住址 咸阳城北城区 红雀像多王府 你唬谁呢 负责审讯的年轻警察终于忍耐不住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我此时也是一脸韵怒之死 在下已经实话实说 而等为何还要纠缠不清 不仅如此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将在下抓至牢中 还有王法吗 对面小警察直接被气笑 撑着桌面俯身向前怒道 还在装饰吧 像你这样明顽不灵的盗墓贼我没见过 一千也有八百 还不快老实交代 我那日从黄陵爬出 动静极大 还没等我高兴几分钟 一辆警车就嘟嘟嘟地开了我 车上下来几位如狼似虎的警察 二话不说就给我送上了一双银水 三两下就给带到车上 十几分钟后 我的屁股就坐在了审讯室的凳子上 接下来就发生了上面那段对话 显然 我是被当成盗墓人 但警方的这种强制行为在我眼里却是毫无根据的评价 身为两千余年前的古代人 我与这位小警察之间认知的差距已经不能以代沟来形容 简直是玛里亚那海 在我眼里 我好不容易爬出了暗无天日的黄陵 但面前这群身穿其妆异服的大汉就同一个大银银银银沿下 自己也挺料的 带到了跟监牢一样 起初 我以为这帮人是朝廷新设立的执法机头 自己破坏黄陵确实有名 被抓也是正常 所以我也没有 但这一路审讯下来 事情确实与我心中所想大相近 这帮一桩大汉似乎觉得自己是盗梅 这堂自己抓了起来 遗人还有三尊腐息 何况曾经地位重遭受人敬仰的第一列单是把你的行为叫 我面色阴沉 话语里满意着意 小警察见状封不住 这么头一次见装傻装的这么做 老子跟真的事 卢卢秀子 这位年轻的小警察就要继续勾 这是他身后的老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安静 同时另外一只手已经默默拨拖在 是精神病院的电话 喂 您好 X市警察局林安分局 请问贵医院有走失的病人吗 症状大概是幻想自己是古人之类的 没有事吧 好的 谢谢打扰您了 电话挂断 老警察看了眼我看的东西 这个小伙子身上也没有作案工作 周边现场我们也搜查过 说不定真实的误 等行政科的人连提及 小警察文言只好坐下声交谈屋 双方都沉默想 很快 一阵铃声打破了审讯室的记忆 老警察马上接过电话 什么没有找到 老警察惊讶地喊出了 声电话里的声音进行 是的 陈队 数据库里人脸特征 最接近的多排查都是正常 市民行动轨迹正常 没有作案可 老警察文言叹了口气 行吧 辛苦你了 现在国家数据库的建设情况 他心里是清楚 如果数据库里查不到人 那其他渠道基本也没信 不过从业几十年 我这般的情况 老警察也不是没有见 X虽然发展良好 但仍有落后之处 这般衣衫蓝绿 横头垢面的模样 恐怕是哪个山沟里的偏远地区 从小患精神疾病 未登记过身份 被家里人抛弃 流浪间耳濡目染 是个人 渐渐幻想自己是出一个悲惩 文物形象逐渐在老警察脑海中 不想连看向我们目光中 都带上了几分怜悯之词 不过法不可为 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 我记得八号时还空着 在这个小伙子去那里 老警察思索一番 对小警察说道 皆有些无语 小警察此时也觉得 我不是装的 应该是真的有精神疾病 于是也极为佩服 秦皇早就死 秦力也早已不复停在 现在的说法 都转平面 谁不可能 秦皇不可能死 我猛然站起 双眸中满是不可置信 不可能 我练得单绝不可能出问题 为了能寻秦皇复仇 苦苦挣扎两千多年 得见天日之计 却得知自己最大的复仇对象 已经死去 这让我如何能够接受 此刻我身影落魄不已 两位警察再次相视一眼 同时叹了口气 又同时朝我投去了怜悯的目光 小警察默默上前拉住 蓝绿衣衫 带着失魂般的我走向八号监视 劳门轻轻观赏 发出枝嘎的响声 小茶抽出钥匙 看了眼如雕塑般 呆坐在地上 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老警察的确心神 12月的X是已经刮起寒风 但八号市中依旧温暖如春 也没有其余监牢中难闻的气 火呆坐着 思绪逐渐飘回两千余年前的秦朝 北城的咸阳宫内 竹火通云 温暖如春 秦皇端坐于龙椅之上 清白手中金杯 摇晃间 杯中一颗金银剔透的丹药顺势骨 散发着最远的方向 这位千古一帝 深浅贵服着一道 身着白衣的心肠身影 思绿垂落的黑发型 是一张宫紧的温润面 诺臣 说这是不服 殿内极空 秦皇威严的话语回荡其中 更具压迫 我闻言却是不非不靠 扬起面容 断然道 臣邪大清土分 寻访仙山方德领草 开如链丹间 一举一动 接在成像中 断无欺瞒陛下 秦皇闻言递给身旁 李斯一的询问的眼神 彼斯公身向前拜登 陛下 洛王所言属实 惊天击盘所克 史丹却有不死之能 不准不计 不可不伤 不倔 诸言不死 说完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罗盘状 贵府与秦皇身前 低头将其献上天击盘 李斯 你这是要将李家传承之宝 敬献一阵 秦皇面露玩味之色 接过罗盘 李斯低垂的面容 没有丝毫变化 若陛下开口 臣自当拱手奉承 秦皇倾笑一声了摇头 探讨还得是你这条老狗 堵得的好证欢喜 不过你将这天击盘献上是何意 是觉得朕不相信 洛王的一片恐星吗 秦皇言语间 已经带上质问之意 李斯浑身一震 身躯更为低腹 臣不敢 只是洛王毕竟年幼 虽单数超绝 但陛下会为天下尊主 如若不厌名单 独纳微臣罪该万死 李斯所言正是秦皇心中所想 哪怕我是他一手培养 但在这位帝王心中 也没有完全信仰 尤其涉体到这种关系 自己生死之物 秦皇将金杯中的丹药 放入天机盘中 微微注入些灵力 罗盘指针缓缓转动 一股信息从盘中反馈 这位置秦皇老好 片刻后 秦皇哈哈大笑 眉宇间尽是心情之死 我真是不死之痒 说话间 身躯已然从龙椅上站起 绕过一旁贵妇的脸色 直直走到我身旁 洛王正果真没有看错少年鹰台 当时我秦国第一少年鹰台 我贵妇下身恭敬 陈有今日之成就 皆因地下之御之恩 陈不敢鞠躬 秦皇回身招了招手 一道飞影 大殿脚窝穿出 闪动几下后半跪在秦皇身边 此等少年鹰台 自当大大有赏影 你把他关入黄陵 涌战秦皇嘴上说着风景 语气却阴暗不明 飞影没有说法 只是迅捷出手 透住 我面色瞬间从心血发为难以置信 挣扎的同事口供军 毕竟是臣河队 只为何要将成关于黄陵 陛下 嬴政 你这个老皮肤 我死都不会放过 我的声音逐渐淡去 很快便淹没于咸阳寒冬的北京 此刻 秦皇捏着手里的丹药 谋中无丝毫感情 世间不死之人 只能为正义 你活着就是最美的事 李斯阴冷的眸光 转向李斯如春般的大变 似乎也在目光下寒冷的几 李斯跪在龙椅旁的身影颤抖 更加明显 半天才开口 陛下 圣明影衣 我能练丹 我能助你成就九品 你信我 不要把我关入黄陵半空中 我死死地抓住影衣的双方 口中不断诱惑 但影衣谋中没有丝毫波动 在他眼里 不却忠于那位镇压天下的帝王外 其余都是服役 不过片刻 我便被带至咸阳城东的黄陵处 镇守的士兵卫队见识影衣前 纷纷扮轨 行卫队长整装向前 红手道 拜天已一大 不知大人前来所谓 影衣将我扔在地上 一脚将我踹倒 陛下有令将此人涌震黄陵 卫队长有些犹豫 可黄陵是为陛下促剑 而且还未完工 话音未露 便被以一刀锋般的目光打断 卫队长连忙肃正面 吩咐手下士兵打开陵墓大门 将我押入最深处 扔在地上 随后将一道道大门放下 最深处的墓门缓缓下落 深沉的黑暗吞噬了最后一粒光亮 趴在地上 任由陈土将自己淹没 此刻 我的心里思绪反打 我能成为王 成为大秦乃至世间第一单师 秦皇的知识功夫 可今日秦皇为了独享长生 防止自己为他人炼养 进步兮将自己有证皇陵 让人何等心态 你无情 别怪我无意 不死灵丹可不止一颗 我将口中的尘土退出 解开发迹 一颗丹药从发间落出 拖去表面的蜡蜡 一鼓与秦皇手中不死 但一般如二的象径一脉 我仰头吞下 全身的伤势在药力下迅速修复 疲劳一扫了空 充沛的体力援军不断有五拍 在地上摸索到一块碎水 捏紧 起身 早向皇陵深处的第一道 秦皇纵使千年 我也会怕 两千多年了 我终于要出来了 该死的嬴政 不把你错骨扬灰 我就不信我 黑居居的皇陵中 一个披头散发 满脸土渣的少年 正拿着一块岩石 骂骂咧咧地凿着皇陵大门 少年名为洛晨 乃是秦朝第一恋丹师 魏元秦皇不死梦 千里跋涉 走访仙山 寻得灵草 恋出不死药 却在敬献秦皇后 被其关入皇陵 好在洛晨偷偷留了一颗不死药 给自己服用 不然早就在这暗无天光的地方 发烂发臭了 两千年来 洛晨想尽办法 只为了从这破地方出去 但皇陵设计师 却和他有仇事地 散发着浓浓的恶意 洛晨凿开一堵墙 还有一堵墙 而且没堵墙上的阵法 一个比一个硬 好在洛晨吃下不死药后 不会受伤 不会饥渴 更不会疲倦 怀着对嬴政的恨意 他日夜不停地挖掘皇陵 只为出去将他挫骨扬灰 当然 那个设计皇陵的老头 也是列在了洛晨的必杀名单之上 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 今天 洛晨终于看到出去的希望了 在一下又一下大力披凿之下 门上的土石瘦瘦下落 几缕阳光 已经透过凿开的孔洞照射进来 洛晨见状 更加卖力 哄 大门中间 终于被凿出一个断层 洛晨愤力一推 大门轰然倒塌 沉重的门身砸在地面上 发出隆隆的响声 今天 被关了两千余载的大秦第一恋丹师 洛晨 终于是重见天日了 姓名 洛晨 性别 啊 啊什么啊 快说 男 家庭住址 咸阳城北城区 同却向洛王府 哐当 你唬谁呢 负责审讯的年轻警察 终于是忍耐不住 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洛晨此时 也是一脸愈怒之色 在下已经实话实说 而等为何还要纠缠不清 不仅如此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将在下抓至牢中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对面小警察 直接被气笑了 撑着桌面 俯身向前 怒道 还在装饰吧 像你这样 名玩不灵的盗墓贼 我没见过一千 也有八百 还不老实交代 X是古墓众多 文物交易猖獗 衍生了无数盗墓团体 都指望着 能挖出什么古物件 大发横财 洛晨那日从黄陵爬出 动静极大 还没等他高兴几分钟 一辆警车 就嘟嘟嘟地开了过来 车上下来 几位如狼似虎的警察 二话不说 就给他送上了 一双银手镯 三两下就给带到车上 十几分钟后 洛晨的屁股 就坐在了审讯室的凳子上 接下来 就发生了上面那段对话 显然 洛晨是被当成盗墓贼了 但警方的这种强制行为 在洛晨眼里 却是毫无根据地绑架 身为两千余年前的古代人 洛晨与这位小警察之间 但是面前 这群身穿奇装衣服的大汉 却从一个大铁盒子里下来 给自己绑上镣铐 带到了跟监牢一样的地方 起初 洛晨以为这帮人 是朝廷新设立的执法机构 自己破坏皇陵 确实有罪 被抓也是正常 所以洛晨也是没有反抗 但这一路审讯下来 事情却是与洛晨心中所想 大相径庭 这帮一桩大汉 似乎觉得自己是盗墓贼 这才把自己抓了起来 倪然还有三分火气 何况曾经地位崇高 受人敬仰的第一恋丹师 把你们庭位叫过来 洛晨面色阴沉 话语里满意着怒气 小警察见状 绷不住了 他们头一次见装傻子 装得这么像的 搞得跟真的似的 露露袖子 这位年轻的小警察 就要继续和洛晨battle 这时 他身后的老警察 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安静下来 同时 另外一只手 已经默默拨通了 X石精神病院的电话 喂 您好 X是警察局 临安分局 请问 贵医院有走失的病人吗 症状大概是幻想 自己是古人之类的 哦 没有事吧 好的 谢谢 打扰您了 对 电话挂断 老警察看了眼洛晨 叹了口气 拍了拍小警察 这个小伙子身上 也没有作案工具 周边现场 我们也搜查过了 说不定真是个误会 等行政科的人连比对结果吧 小警察闻言 只好坐下身 交谈无果 双方都沉默下来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很快 老警察马上接过电话 什么 没有找到 老警察惊讶地喊出了声 电话里的声音继续道 是的 陈队 数据库里人脸特征 最接近的都排查了 都是正常市民 行动轨迹正常 没有作案可能 老警察闻言 叹了口气 行吧 辛苦你了 现在国家数据库的建设情况 他心里是清楚的 如果数据库里查不到人 那其他渠道 基本也没戏了 不过从业几十年 洛晨这般的情况 老警察也不是没有见过 X是虽然发展良好 但是仍有落后之处 洛晨这般衣衫蓝绿 蓬头垢面的模样 恐怕是哪个山沟里的偏远住户 从小罹患精神疾病 未登记过身份 被家里人抛弃 流浪间耳濡目染了X 是各种古文化 渐渐幻想自己是古人 一个悲惨的人物形象 逐渐在老警察脑海中浮现 想着想着 连看向洛晨的目光中 都带上了几分怜悯之色 不过法不可为 该走的程序 还是要走的 我记得8号是还空着吧 带这个小伙子去那吧 老警察思索一番 对小警察说道 小警察闻言 点点头 解开洛晨手上的镣铐 示意他跟自己过来 不过洛晨却不闻不问 反而极为认真的问道 如今是秦历几年 秦皇陛下 是否龙体安康 两位警察面面相去 皆有些无语 小警察此时也觉得 洛晨不是装的了 应该是真的有精神疾病 于是也极为配合地达到 秦皇早就死了 秦历也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说法都叫农历 什么 不可能 秦皇不可能死 洛晨猛然站起 双眸中满是不可置信 不可能 我练的丹 绝不可能出问题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了能寻秦皇复仇 苦苦挣扎两千多年 得见天日之际 却得知自己最大的复仇对象 已经死去 这让洛晨如何能够接受 角落里 少年的身影落魄不已 只是一边转圈 一边呢喃着 两位警察再次相识一眼 同时叹了口气 又同时朝洛晨 投去了怜悯的目光 小警察默默上前 拉住洛晨蓝绿的衣衫 带着失魂般的他 走向八号监视 吱 碰 牢门轻轻关上 发出吱嘎的响声 小警察抽出钥匙 看了眼如雕塑般 呆坐在地上的洛晨 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老警察的确心善 十二月的X市 已经刮起寒风 但八号市中 依旧温暖如春 也没有其余监牢中 难闻的气味 洛晨呆坐着 思绪逐渐飘回 两千余年前的秦都 咸阳城 同为寒冬碎末 咸阳城中的斩斩滑灯 大多在寒风下 熄灭了灯芒 北城的咸阳宫内 烛火通明 温暖如春 秦皇端坐于龙椅之上 清白手中金杯 摇晃间 杯中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 顺势滚动 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这位千古一帝身前 跪附着一道身着白衣的 心肠身影 思虑垂落的黑发下 回荡其中 更具压迫 名为洛臣的少年文言 却是不卑不亢 昂起面容 断然道 陈邪大秦虎奔寻访仙山 方德灵草 开炉炼丹间 一举一动 皆在丞相眼中 断无欺瞒陛下的可能 秦皇文言 递给身旁李斯 一个询问的眼神 李斯攻身向前 拜道 禀陛下 洛王所言属实 惊天鸡盘所策 死丹却有不死之能 福者不饥不渴 不伤不倦 祝言不死 说完 从怀中掏出一个 罗盘状物 贵妇于秦皇前 低头将其献上 天鸡盘 李斯 这是要将李家 传承之宝 敬献于朕 秦皇面露玩味之色 接过罗盘 李斯低垂的面容 没有丝毫变化 恭敬道 若陛下开口 臣字当拱手奉上 秦皇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感叹道 还得是你这条老狗 懂得讨朕欢欣 不过 你将这天鸡盘献上 是何意 是觉得 朕不相信 骆王的一片苦心吗 秦皇言语间 已经带上质问之意 李斯浑身一阵 身躯更为低伏 颤道 臣不敢 只是骆王毕竟年幼 虽丹术超绝 但陛下 贵为天下尊主 如若不厌明单独 那微臣罪该万死啊 李斯所言 正是秦皇心中所想 哪怕骆臣 是自己一手培养 但在这位帝王心中 也没有完全信任 尤其涉及到这种关系 自己生死之物 秦皇将金杯中的丹药 放入天机盘中 微微注入些灵力 罗盘指针缓缓转动 一股信息 从盘中反馈至秦皇脑海 片刻后 秦皇哈哈大笑 眉宇间竟是欣喜之色 哈哈哈哈 好 果真是不死之药 说话间 身躯已然从龙椅上站起 绕过一旁贵府的李斯 直直走到洛臣身旁 洛王 正果真没有看错你 少年英才 当是我秦国第一少年英才啊 哈哈哈哈 洛臣贵府下身 恭敬道 臣有今日之成就 皆因陛下之欲之恩 臣不敢鞠躬 秦皇回身 招了招手 一道黑影从大殿角落窜出 闪动几下后 半跪在秦皇身边 此等少年英才 自当大大有赏 隐医 把他关入皇陵 永镇 秦皇嘴上说着风赏 语气却阴冷不已 黑影没有说话 只是训捷出手 扣住洛臣 将其拖走 洛臣面色 瞬间从欣喜化为难以置信 挣扎的同时 口中惊呼 陛下 臣何罪之有 为何要将臣关于皇陵 陛下 嬴政 你这个老匹夫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洛臣的声音逐渐淡去 很快便淹没于 咸阳寒冬的北风中 秦皇捏着手里的丹药 谋中无丝毫感情 喃喃道 世间不死之人 只能为朕一人 你活着 就是罪过 是吧 李斯 阴冷的眸光转向李斯 如春般的大殿 似乎也在目光下寒冷了几分 李斯 跪在龙椅旁的身影 颤抖得更加明显 半天才开口道 陛下圣明 尹一 我能炼丹 我能助你成就九品 你信我 不要把我关入皇陵 半空中 洛臣死死地抓住尹一的双臂 口中不断诱惑道 这位意气风发的天才丹师 在面对永振皇陵的残酷结局时 也不免乱了阵脚 但尹一谋中 没有丝毫波动 在他眼里 除却忠于那位镇压天下的帝王外 其余都是浮云 不过片刻 洛臣便被带至咸阳城东的皇陵处 镇守的士兵卫队 见识尹一前来 纷纷扮跪行礼 卫队长整装向前 拱手道 拜见尹一大人 不知大人前来 所为何事 尹一将洛臣扔在地上 一脚将其踹倒 冷然道 陛下有令 将此人涌震皇陵 卫队长有些犹豫 可 皇陵是为陛下所见 而且还未完工 这 话音未落 便被尹一刀锋般的目光 打断卫队长连忙肃正面容 吩咐手下士兵 打开陵墓大门 将洛臣压入最深处 扔在地上 随后将一道道大门放下 最深处的墓门缓缓下落 深沉的黑暗 吞噬了最后一缕光亮 洛臣趴在地上 任由尘土将自己淹没 这位天才丹师的心理 思绪繁杂 他能成为王爵 成为大秦乃至世间第一丹师 秦皇的支持功不可没 可今日 秦皇为了独享长生 防止自己为他人炼药 竟不惜将自己永振皇陵 让人何等心寒 你无情 别怪我无意 不死灵丹 可不止一刻 洛臣将口中的尘土脆出 解开发迹 一颗丹药从发尖落出 掉于洛臣手心 搓去表面的蜡层 一股与秦皇手中不死丹 一般无二的香气 弥马出 洛臣仰头吞下 全身的伤势在药力下迅速修复 疲劳一扫而空 充沛的体力源源不断地涌来 洛臣趴下 在地上摸索到一块碎石 捏起 起身 凿向皇陵深处的第一道门 秦皇 纵使千年 我也会爬出去找你 隔日清晨 看守所24小时的留置时间到了 小警察打开8号监视的大门 将洛臣放了出来 昨天一天 两位警察联合刑侦科 再次检查了一遍 确确实实没有发现 洛臣任何的犯罪嫌疑 加上洛臣极为配合 脾气又极温和 两位警察只当他是流落街头的山里著名了 因为洛臣确实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一点常识 昨夜小警察在8号监视门口值班的时候 就充分感受到了 他白纸一般的现代知识 两人的对话基本是 小警察 知道飞机不 洛臣 我知道野山鸡 家养鸡 小警察 那你知道 X是不 洛臣 我知道柿子 不知道什么是X是 什么品种的 好吃吗 洛臣确实极为认真的一一回答了 但是内容差点没给小警察聊疯掉 不过频繁地寻找话题 也不是没有好处 至少他现在知道了 洛臣没有身份证 而且来自X是周边大山 小警察想着 昨晚那一阵尬聊 浑身一哆嗦 两只大脚止不住地扣地 回了回神 小警察将洛臣 从监视带到警局的办证处 这个是你的临时身份证 怎么用昨天和你说过了 先拿着 正式地过两天来拿 小警察将洛臣的临时身份证 交到他手上 又领着他 往警察局门口走去 哥们 抓错你了真是抱歉 实在是最近这类案件太多 大家心里都紧张 几张红票子 塞给洛臣 这点钱拿着 不多 你可以拿着 先去找个便宜点的地方住住 找个简单的力气活 赚点钱 也比到处流浪好 这寒冬腊月的 就不要在外面到处游荡了 很危险的 小警察絮絮叨叨着 言语间尽是关切之意 洛臣昨日也搞清楚了事情的期末 也清楚 小警察等人 是把自己当作了患有脑脊之人 此时 见小警察如此客气 心里顿觉的十分不好意思 看来 自己真的与时代脱节严重啊 必须得去熟悉一下了 不然还得闹出不少笑话 洛臣暗暗苦笑一声 接过纸臂 洛臣拱手问道 谢过兄台 此番恩情 在下日后必有后报 在下怀疑一事 须请教兄台 不知此地附近是否有藏书之所 在下想前去一关 从山间走出 对着世间支支甚少 昨日还闹了不少笑话 让兄台费心了 小警察挠了挠头 这文邹邹的话 他还是不太习惯 嗯 你说的是图书馆吧 等会儿出大门诱馆 一直走 会有一个X试试力图书馆 应该有你想要的 言罢 眼见洛臣又要拱手道现 小警察连忙扶住他的手 口中直呼别别别 我的哥 再败折兽了 谈话间 两人已经走到了警察局门口 门口的保卫亭旁 早已有一个身影站立 板正的警服 略带花白的头发 不于眼角那些许的皱纹 正是那位被称作陈队的老警察 见两人接近 陈队搓了搓手 朝手心哈了口热气 走了过来 这天气真够冷的 是吧 来来 跟我过来 陈队拍了拍洛臣肩膀 示意他跟自己到保安厅里面 拿着 小伙子 陈队说着 把椅子上的绿色军大衣拿起来 给洛臣披上 又递上一杯热豆浆 12月的X试确实寒冷 呼吸间 都有一股清冷入肺 但这件军大衣 却严严实实地挡住了 冬日凛冽的寒风 这杯热豆浆 也温暖了冰凉的双手 洛臣心中涌上一股暖意 双手抹撒着豆浆杯 低声说了句谢谢 陈队看着洛臣大衣 遮盖下的蓝绿衣上 眼里流露出几分心疼之色 小伙子 有困难随时来这找我 说是来找陈妍的就行 洛臣再次到了声谢 便在两位警察的目送下 走出了大门 走入街道 洛臣四眼望去 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道路不是轻石扑就 而是灰色的平路 笔直延展至视线尽头 两边的房屋 也不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低矮石屋 而是如同晴天支柱一般 拔地而起 屋子上还不要钱般地 镶嵌着各色琉璃 道路上飞驰而过的咆哮铁盒 颜色忽红忽绿的怪异杆子 人们身上各种奇异地穿着 明明站在这片土地上 却感觉自己被一切排斥在外 洛臣紧了紧衣服 把自己包裹得更加严实些 仿佛这样可以隔绝 与这个时代的疏离感 得知秦皇死后 自己唯一的复仇目标也没有了 现在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时代 洛臣茫茫然不知所措 还是先融入这个时代吧 嬴政死了 我还得活着 握紧了手中的豆浆 洛臣朝右拐去 脑海中回忆了一下 刚刚小警察指的路 顺着这个街道一直往前走 能看到一个叫做 X世事力图书馆的 洛臣跟着路人在人行道走着 边走边注意路旁店铺的牌匾 但很快 他便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字 和他会的字不一样 2000年过去 汉字早已从秦始的小传 演变为了当下的简体汉字 望着面前字形上看着熟悉 但一个都不认识的简体汉字 洛臣心中又升起了一股无力之感 学习现代知识的迫切感 更为强烈 脚步加快几分 洛臣上前 拉住前面一位大哥的衣角 大哥猛回头 一脸疑惑 干啥呀 小伙儿 洛臣张了张嘴 话语卡在喉间出不去 2000多年没怎么和人主动说过话 他不知该如何开口了 有些紧张地捏了捏手 这位天才丹师 此时竟羞怯得如同少年 连耳朵染上了几分红韵 大哥见洛臣这副窘迫的模样 又瞥见了他大一下的蓝绿衣裳 眼里闪过顿雾般的光芒 得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哎呀 小伙儿 遇到啥困难了是不 饿了 还是咋的 跟大哥说 这附近有个卖肉夹馍的 打打好吃 给你整一个点点 大哥极为热心 拉着洛臣就往前走 洛臣连忙开口解释 不是 不是 在下 不 我是想问 势力图书馆怎么走 此话一出 大哥再次上下打量了洛臣 眼中又一次豁然开朗了 学生 刚到X市 家境窘迫 但热爱学习 好孩子 大哥脑海里 一下就给洛臣的形象立起来了 于是更为热情拉着洛臣 嘴里滔滔地涌出话来 哎呀 早说 哥带你去 要我说 你这个年纪 确实要好好学习 不要像哥一样 没读过啥书 现在也找不着啥好影响 洛臣没想到 这个大哥如此热情 被大哥说得一愣一愣的 只得一步一驱地跟在大哥后面 朝图书馆走去 走过一个街头 两人便停住了脚步 倒不是到了地方 而是前面已经被一群人堵了道 人群围成了个大圈 中间有些骚动 隐隐能听到 里面传来的争吵声和劝阻声 看热闹这个基因 似乎是从上古 便硬刻在华夏人的血脉里 哪怕洛臣身为千年前的情人 也不能免俗 洛臣走进人群 伸长了脖子 往里观桥 只见被人群围在中间的 是两个身穿白色衬衣的医生 一老一少 都有些狼狈 年轻点的那位 站在老医生前头 不断劝说着一位 脸红脖子粗的光头壮汉 洁白的衬衫被扯得有些凌乱 上面还沾了不少药材的碎炸 在青年身后 一个担架正横摆在马路旁 上面躺着的老年患者 不断咳嗽着 鼻下不断流着轻鼻涕 浑身裹得严严实实 神色有些涣散 隐约有些疯癫之色 老医生蹲在患者面前 眉头紧锁 嘴里还在喃喃着什么 洛臣旁边的大哥 也挤上前来 瞅了两眼 感叹道 原来是回春堂的 哎哟 看这样子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一闹吗 洛臣文言 转头问道 回春堂 是家医馆吗 大哥点点头 指了指蹲在地上的那位老医生 瞧见没 那个老医生 就是他一手扮起来的 在X市名气极大 苗老医术好 人也心善 经常免费一诊 这会儿 估计也是 再去一诊的路上 不过我哥这也十来年了 也没听说过苗老失手呀 咋就被堵这了呢 奇怪 洛臣听了的大概 此事大概与医药有关 不由地升起几分兴趣 又朝前挤了挤 靠近中心 争吵声便更加清晰 那位怒气满满的光头壮汗 将青年医生推到一边 手指对着 蹲在患者前的苗长峰 口中质问起来 苗老头 我就是被朱友萌了心 才在你开的这个破译馆治病 你瞧瞧我爹 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呸 狗屁的回春堂 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聚集地 青年医生被推得有些亮呛 听闻此言 眼珠子一红 快步走到光头壮汗面前 抓住他的衣领 高声喊道 你说什么 我的治疗明明没有问题 患者现在这个状态 是正常现象 再扶几基药 就能康复了 壮汗面色怒涩更重 甩开青年医生的手 朝他脆了口唾沫 放你娘的狗屁 前两天 我爹还能说两句话 这会儿都成这样了 你跟我说是正常现象 我告诉你 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我马上给你们回春堂拆了 提到拆掉回春堂 青年医生更加着急 顾不得衬衣上的唾沫 又要上前辩论 王涵 不得无礼 快回来 苗老从地上站起 将青年拉了回来 随后 走到壮汗面前 人情加重 不知可否移不到医馆里 我在细细查明病因 也好将功补过 苗老平日的人员声望 确实极好 此话一出 围观群众纷纷劝光头壮汗 要不再送去看一下吧 光头壮汗有些纠结 苗老行医这么多年 医德医术确实没话说 而且这态度又是极好 不用送过去了 我已经看出来 是什么问题了 一道温润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来 众人纷纷回头 看向声音的主人 洛臣从人群中挤出来 走到患者面前 蹲下 打量几下 随后抬头看向光头壮汗 再次开口道 这病很简单 我能治 哎呦 我的祖宗 咋滴就跑出去了 人群中的热心大哥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赶忙挤出人群 朝洛臣跑去 合着自己帮了个愣头青 都不看看在场的是谁 苗老啊 权威啊 怎么就滴着个大脑瓜子 冲出去了呢 你在乱叫什么 看你这年纪 大学都没毕业吧 装什么大尾巴了 还没等大哥跑到 那位叫做王涵的青年医生 就满脸不高兴地 走到洛臣面前 嘴里毫不留情地讽刺道 当贴到洛臣大衣里 那破旧的衣服后 更是发出了一声不懈的冷哼 不好意思啊 我弟弟年纪轻 不懂事 我这就带他走 这时 热心大哥跑到洛臣旁 实劲扯了扯他的衣服 嘴里低声催促道 快走啊 还愣着干啥 洛臣拍了拍大哥的手 递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随即转头看向王涵 说道 赶紧走上来拉着他的肩膀 就要给他拉开 等等 小韩 让他说 苗老的声音从王涵身后传来 王涵回头 见苗老一脸饶有兴趣之色 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好小子 难道真有点东西 既然苗老都发话了 王涵只好不情不愿地退到一边 不过眼里还是充满了不屑之色 显然 在他心里 这个穿着破烂的年轻人 只不过是夸夸其谈罢了 哪能有几分真本事 洛晨伸手摸了摸患者的额头 又给患者整了一下脉 继续道 患者双目赤红 嘴唇发肿 头热发昏 看起来确实像是热症 但实际上应该是感染了风寒 应当是寒症 然而 你当初诊断失误 错以为是热症 还用了寒凉之物给患者服用 病情自然会加重 从刚刚诊断的脉相来看 患者热血外勇 脉相虚浮 已经极为危险了 围观群众兼洛晨说的头头是道 不由地把目光都投向了苗老 苗老越听 面色越是凝重 蹲下身 也是细细地诊断了一番 片刻后 便面色自责地站起身来 是我们医管的问题 差点酿成大祸呀 苗老作为X是中医领头羊 每日求医者数不胜数 但苗老毕竟只有一人 分不出如此多的心神 照看所有的患者 所以 也会分一部分轻症患者 给手下医生治疗 手下医生 毕竟没有苗老如此丰富的 行医经验 诊治多了 也难免有失手的时候 那日壮汉带患者 来找苗老的时候 前头已经排了几十个患者了 无奈之下 只好找其他较为空闲的医生 恰好那日 王涵也在帮忙看诊 壮汉父亲挂的那个号 流转到了他的手上 王涵毕竟年轻 见患者症状轻微 量了一下体温 整了个脉 便开了几剂寒粮的药方 让患者回家服用三日 再来复查 谁知方不对症 居然让患者病情恶化至如此程度 幸亏家属负责 见情况不对 找上门来 要不然 患者继续服用寒粮之药 后果不堪想象啊 依小友所言 此病应该如何医治 苗长风朝洛晨拱了拱手 言语间投出几分好奇 作为中医领域的领头羊 他一眼就看出 洛晨这一手旺气和枕脉功夫不简单 心中不由的兴趣大增 有笔吗 我写个方子 洛晨四下关桥了两下 也没找着毛笔 有有有 小韩给这位小友拿一下纸笔 苗长风文言对王涵吩咐道 王涵一脸不怨之色 不过还是从随身的行医箱中 拿出了纸笔递给洛晨 不过后者接过 却露出为难之色 都忘了自己不会写这个时代的字了 而且 这个长棍式的黑色印笔 自己也不会使用 帮个忙 我说方子 你写 洛晨将纸笔交给苗长风 苗长风倒没说啥 走向前准备接过纸笔 但一旁的王涵却不乐意了 在他眼里 这小子分明是得寸进尺 你不要太过分了 王涵踏前一步 伸手夺过纸笔 摔在洛晨身上 剑出的油墨 在军大衣上拉出一道黑痕 洛晨眉宇间涌上几分怒气 患者在前 这年轻人竟还如此闹腾 丝毫没有将患者的性命放在眼里 王涵见洛晨站立原地 更加步一步扰起来 上来开始推散洛晨 嘴里还不住地说着 不用你这破穷酸 来在这扯什么瞎话 什么寒症 连个药方都不自己写 装什么装 啪 洛晨没有多言 直接一巴掌扇在王涵脸上 直接将其脸上的金丝眼镜抽飞出去 你 你 你 王涵捂着通红的左脸 望向洛晨的眼中 满是不可置信 够了 王涵 还不给这位小友让道 人命关天的事情 还容得你在这瞎胡闹 苗老向前两步 怒气冲冲地将王涵拉到一旁 捡起纸笔 毫不在意地在自己衬衫上擦了擦露出的油墨 抬头对洛晨道 小友 请说 洛晨也没在在意一旁颓丧的王涵 开始爆起药材名称以及配量 苗长风则是迅速在记事本上记下 片刻 洛晨顿了一下 开口道 就按这个方子 尽快给患者服药 苗长风仔细扫试了一下方子 眼睛越来越亮 马上招呼光头壮汉 让其将父亲抬到附近的中药店 我也来帮忙 热心大哥看光头壮汉一人 难以抬起担架 马上跑上前去 抬住担架的另一边 大哥现在心里好奇的紧 想看看自己无意认识的这个小兄弟 到底有多么神奇 几分钟后 乌泱泱的一群人都走到了回春堂门口 大家都想看看 这半路跑出来的小伙子 有几分本是壮汉和热心大哥 将患者抬到堂内 安置稳妥 苗长风则抓着方子 一路小跑着进了后堂 这种中药医馆 一般都会常被开水炉子 为的就是能随时煎药 苗长风跑到药柜前 马上跟去方子 开始抓药 煎药 这件事 那位病人的儿子 也就是那位光头壮汉 凑到洛晨身边 语气中满是不幸之色 小子 如果不是苗老那个表现 我都不会抬着我爹来这里 你配得要最好有效 不然我不仅给这回春堂拆了 我连你也一起拆了 洛晨听见这番狠话 面色依然沉静 你父亲 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喜欢喝热水 还有点亢奋 壮汉被问得一愣 你怎么知道 不过 这大冷天的 喝热水不是很正常吗 洛晨淡淡道 冷天喝热水确实没错 但是我看过 这铺间房里都温暖无比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闷热 你父亲在家 你难道会让他吹冷风吗 壮汉文言猛然摇头 声音大了几分 你说什么呢 这大冷天的 怎么可能让我跌动着 我一直开着暖气 屋里热乎着呢 听壮汉这么说 洛晨继续道 那在那么热乎的地方 患者假设如那个王寒所言 得的热症 体内满含热血之时 又怎么会执着于喝热水呢 患者之所以喜欢喝热水 说明体内有寒气 即使自己不明白 身体也会有所反应的 朝外界可求所需之物 洛晨这番话 在壮汉听来 确实颇有根据 眼里倒也信了几分 加上有苗老把关 一时也就不再言语 两人谈话间 苗老已经将汤药端了出来 壮汉连忙上前 接过汤碗 小心地端到患者身旁 爹 慢慢喝 小心烫 患者虽然有些神色恍惚 但是在壮汉细心的照看下 倒是将汤药喝得干干净净 大约过了几分钟 患者气色豪转起来 眼里慢慢有了焦距 也不神神叨叨了 好啊 爹 你醒了 壮汉一高兴 一下站了起来 将桌面上的汤碗 震得哐当响 臭小子 豪丧呢 你爹我还没死 床上的患者 臭骂了壮汉两句 语气带点虚弱 不过显然比之前 病烟烟的模样好多了 壮汉没有反驳 挠了挠头 孩子般憨笑起来 此时店门口 还围惧着稀稀拉拉的人群 看见患者确实被医好了 都纷纷惊叹议论起来 壮汉走到洛晨面前 深深鞠躬 从胸口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洛晨 挺身拍了拍胸脯 承诺道 小兄弟 我陆大虎虽然是个粗人 但在临安区 也说得上几句话 以后有啥处理不了的事情 尽管找我 都给你摆平 电话号码 那是啥 洛晨拿着这张 在他眼里 才知不明的精致卡片 一脸猛逼 不过洛晨也没在意 回了回神 将卡片放入口袋 并着医者人心 嘱托道 患者还未康复完全 先前身患寒症 又连服几日寒凉之物 原养耗损严重 还需按这个方子 吃上几天 方能痊愈 见过了洛晨的手段 壮汉哪敢不听 连忙点头称事 随后 跑到苗长峰面前 让他帮忙抓药 不过语气 却是不太客气 显然对这位中医大家 心里还有些怨言 苗长峰倒也不在意 本就是自己监管不力 壮汉这番态度 已经是涵养极好 片刻后 苗长峰将整理好的方济 交于壮汉 壮汉接过 扶着父亲走出回春堂 转头递给洛晨 一个感激的微笑 洛晨站在店门口 目送着壮汉 以及其父亲远去 围观群众见事情已了 也是纷纷散去 嘴里还互相交流着 洛晨刚刚的精彩事迹 一边的热心大哥 走到洛晨身旁 一拍他的肩膀 眼里满是兴奋之色 小伙儿 你真是神了 咋着人家回春堂 都没治好的病人 你给整好了 牛比啊 洛晨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这个大哥的热情话语 感觉不制止一下 又得说个不停了 还没等大哥发威 就连忙摆摆手 打断倒 大哥 要不你还是先带我去图书馆吧 其他的 咱路上慢慢说 大哥文言 一拍脑袋 哦对 都忘了 要带你去图书馆来着 来来 跟哥走 话落 便拉着洛晨朝外走去 唉 小友 等一下 就在两人迈不出门时 苗老喊住了洛晨 洛晨回头 见苗老一脸带着期盼的模样 不知小友是否方便 当我回春堂的客座医生 苗老语气极为客气 从洛晨开出的方子 以及之前街上的表现可以看出 洛晨个人的水平极高 稍加培养 说不定又是中医界一颗冉冉星星 苗老也是动了爱财之心 想看看 自己能否给这年轻人培养培养 不要浪费了一身的才华 客座医生 又是个不认识的新名词 洛晨有些呆住 他的现代知识太匮乏了 不知道如何回复 苗老间洛晨一副冷淡的样子 赶忙抛出自己的条件 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是 X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吧 这个客座医生不忙的 每个月来个几天 做做班就好 我每天给你一千 看好一个病人 可以拿医成提成 一旁默不作声的王涵 听得眼睛都红了 作为X是中医大学的研究生 他还是倒贴着钱 才能跟着苗老学习 这小子 不过是开了一个方子 治好了个人 就能让苗老开这么好的条件 王涵想到这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一千吗 洛晨回忆了一下 昨天从小警察嘴里 得知的货币信息 一碗牛肉汤是十块钱 一天吃三顿 一千块可以吃一个月多 便宜点的客栈 是一百块一碗 他再也不是那个地位尊崇的洛王了 现在没有洛王府 也没有服侍 他的奴才侍女 钱只能自己赚了 虽然吃了不死药之后 不饥不渴 不会疲倦 但是天天不睡觉 不吃东西 心里感觉还是很不适应的 毕竟不是被关在皇陵里面了 除了能赚点钱 享受一下两千年后的社会生活 还是极好的 苗老兼洛晨呆立半天不说话 又看了看洛晨君大衣下蓝绿的衣裳 瞬间和热心大哥一样顿悟了 不过 苗老没有大哥那么直接 知道照顾洛晨面子 拐了个弯道 年轻人 又上大学 花费确实会多一些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一千五一天 不过 你得从十点钟坐到下午五点 只管一顿饭 怎么样 早时晚我还管饭 苗老你什么时候 也能对我那么好啊 王涵心里在咆哮 嘴巴却死死咬住 没发出一点声音 看向洛晨的眼里 充斥的不仅是恨意 还有浓到化不开的极度之色 可以 我答应你了 洛晨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 伤太多太多了 况且 在这边工作间 还可以熟悉现在的医药知识 弥补自己近两千多年的知识空缺 何乐而不为呢 苗老闻言 面露欣喜之色 好 好 不知小友贵姓 在下姓洛 明晨 好 洛晨友 不知现在是否方便 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诊室 药库 尖药室等地 苗老想借由熟悉回春堂一事 探探洛晨的知识储备 与期间不由的有些热情 恐怕不行 我还得去一趟图书馆 洛晨摇头拒绝道 身旁的大哥也适时地帮腔道 对对 我这会儿正要带他过去呢 苗老见状 也没有多做纠缠 双方客气地交谈两句后 洛晨便和大哥一起告辞了 这个是市立图书馆 洛晨望着面前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 眼里满是震撼之色 这可比秦时期他见过的哪个建筑都要高大 而这个建筑 还仅仅只是个藏书之地而已 哈哈 吓到了吧 热心大哥爽朗一笑 接着道 这个图书馆是全免费的 而且什么书都有 想看什么就有什么 洛晨有些激动地点点头 直直地走向前去 碰 洛晨脑袋愣愣地撞在玻璃门上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面前这是何物 洛晨猛然后退两步 看向面前近乎透明的玻璃门 琉璃 好像又不像 出于好奇 洛晨上前摸了摸 光滑 坚硬 这样的琉璃是如何练出来的 洛晨在玻璃上摸来摸去 目录思索之色 这时 有几个人从他旁边过去 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这人怎么一直在那摸玻璃 喝大了 我的哥 你别丢人了 大哥此时 真是太拿不准这个小兄弟了 行为太反常了 刚刚有专业知识 会治病 上去装个B也就算了 这会儿 怎么还摸上玻璃了 赶忙上前拉开玻璃门 将洛晨推进图书馆 行了 洛小伙 咱也算是 给你安全送到了 之后有啥不懂的 问问那边服务台的小姐就行 我就先告辞了 进门后 热心大哥指了指服务台的方向 嘱托了几句 随后拍拍洛晨肩膀 就准备告辞了 一路多谢大哥相送 不知大哥贵姓 大哥摆摆手 爽朗一笑 嗨 什么贵姓 我姓时 不嫌弃的话 叫我石大哥就行 好了 洛小伙 好好读书 大哥期待你学生之后 报效祖国的那天熬 以后有缘再见 言罢 这位石大哥挥了挥手 送他一颗强身剑体的丹药吧 洛晨站在原地 望着石大哥的背影 心中暗响 虽相识短暂 但这位大哥确实处处帮忙 为他担心 洛晨心里 也是悄悄记下了这份恩情 好了 学习时间到了 洛晨收回目光 走向刚当大哥说的服务台 您好 请问汉字怎么学 啊 这帅哥说啥呢 柜台后的小姐姐 被问得有点猛 CPU一下子没转过来 但小姐姐在市立图书馆工作 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比较丰富 一下子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位先生 您是韩国还是岛国的留学生吗 韩国 那个被我大秦灭掉的撮儿小国吗 死灰复燃了 岛国又是什么 洛晨心中冒出一连串的疑问 嘴里却毫不迟疑地打道 不 在下是秦国人 啊 秦国 柜台小姐姐的CPU彻底烧了 不过秉持着良好的职业态度 他还是强行扯回了这个不正常的对话 开口问道 先生 您要学习汉字的话 建议是去那边有声读物区 从拼音开始学起呢 拼音 洛晨又接受到一个新名词 不过他也不在意了 今天接受到的新名词实在太多 也不差这一个了 顺着小姐姐的指引 洛晨走到有声读物区 洛晨随手抽出一本 翻开书页 页上印着几幅图画 一行行带着拼音标注的文字 整齐的排列在画旁 是一本经典的儿童读物 这话倒也有趣 秦朝多是壁画 博画 大多都比较正式 况且 秦时并没有此等顺滑的纸张 更别提在纸张上画画了 哪怕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卡通人物 也让洛晨惊叹不已 叔叔 这个比我可以不可以 让妈妈买下来啊 右边的书柜旁 传来一个可爱的童声 洛晨转头 入眼的是一个被白色羽绒浮补补的象球 扎着马尾的小女孩 右手抓着一位图书馆员的衣袖 左手捏着一只白色的智能笔不可以哦 小朋友 这个是非卖品 你要妈妈去别的地方 买一只一样的好不好 图书馆员俯身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无奈地笑道 小女孩嘟了嘟嘴 但还是听话地坐下身 继续拿笔点着地上的绘本 笔尖触碰文字时 笔墨读出字音 将故事讲得无比清楚 这般场景 让一旁观桥的洛晨惊叹不已 没想到 后人竟有如此奇思妙想 能造出这等器具 搞清楚词笔的用法后 洛晨也是伸手 从自己这个书柜边上取下 模仿小女孩开始看起书来 书中内容十分简单 不过是一则简单的童话故事 但洛晨听得很专重 书中的词汇也十分简单 大多是太阳 青草 小花这类词语 相比于广播浩瀚的汉字 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但许多事物都是由小见大 了解一个时代 亦是如此 而洛晨跨越两千多年的认知 也正细致入微地 以这本小小的童话书为起点 开始重构 成长 夜幕降临 大街上本就不多的人群 此时更如以群规巢般 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市立图书馆二层 也早已空空荡荡 网络普及的年代 看实体书的人本就携手 更何况如此寒冷的冬夜 大大大 脚步游远极近 白天柜台后坐着的小姐姐 正拿着个平板走上二层 这是她正常的夜班工作 检查书籍和其他物品的情况 嗯 小姐姐疑惑地看向医药区的角落 那里依稀有一个人影 走近几步 一抹深绿映入眼帘 小姐姐定眼一看 正是一直在看书的洛辰 此时的洛辰 颇有古风美男的模样 黑发垂落 眉眼低垂 书籍掩盖面容 只露出俊朗的侧脸 长着修长睫毛的幽深瞳孔 有节奏的开合 显得无比专注 小姐姐看得不惊一呆 脸上挂上了几分红韵 请问要闭馆了吗 洛辰在小姐姐接近的时候 便注意到了 和尚书籍 抬头问道 啊 啊 不是的 您继续看就好了 没有关系的 小姐姐仿佛被踩到 什么小尾巴似的 慌慌忙忙地答道 洛辰闻言 没有多问 低头继续读起书来 半小时后 清脆熟悉的脚步声 再次传来 洛辰抬头 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出现在他面前 腾腾的热气背后 是小姐姐略带关切的面旁 喝一口吧 我看你从早上到现在 一口水都没喝 洛辰接过 轻坠一口 温热苦涩的热流 涌入喉间 带起的暖意 洗遍全身 这是 洛辰举起杯子 看着里面深褐色的液体 绣纹两下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是咖啡 一种饮料 喝了可以提神的 小姐姐起初有些疑惑 但注意到了洛辰 君大一下蓝绿的衣服 又了然地解释道 洛辰自然注意到了 小姐姐戴着可怜之色的眼眸 顺着视线看去 正好是 自己那套丝绸外跑也是 哪怕是法器 过了两千年 也该破损了 洛辰自然知晓 他人怜悯目光的来处 只是这套洛杉 作为一件极品法衣 从寻访仙山起 就一直穿着 陪他经历了无数风雨 不然 也不会一直没有幻想了 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 洛辰说着 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票子 递给小姐姐 他不想欠这份情 他已经欠得足够多了 小姐姐没有接 只是有些遗憾地点了点头 和洛辰告别 走出图书馆 洛辰手握着咖啡 随便找了个方向 在街上漫步 当现代大楼里 微冷的灯光熄灭 街头只与几盏昏黄的路灯 离大楼远去 街边开始变为 临次至比的古风乌射 雕梁化洞 古色古香 洛辰站定 煞时间 眼前竟有些恍惚 仿佛自己依旧置身于 那年繁华的咸阳城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一个温软的声音 打破了夜色的沉静 也惊醒了沉静于回忆的洛辰 回眸 眼前是一扇半开的木门 被北风吹得枝压晃动 一双小手 正努力抵着晃动的木门 小手的主人是一位少女 全身被厚实的羽绒服裹住 戴着毛绒帽子 只露出一双 如湖水般清澈的眼眸 请问 你是来买药的吗 外面了 快进来 少女开口 邀请洛辰进去一座 买药 洛辰抬头 门上的牌匾上 赫然写着 回春堂 店门轻轻关上 隔绝了屋外的寒风 堂内并不明亮 只有墙壁上几盏明竹 挥洒着淡淡的暖光 少女拉下帽檐 露出一张娇俏的小脸 额间几缕青丝垂下 蹭到了眼眸 让少女发出一声可爱的惊呼 抬起动得通红的小手 急急忙忙地发丝啰开 但小手动得有点僵硬 啰的时候 又擦到了脸颊 把自己动得一哆嗦 少女又连忙把小手放到嘴前 努力张开小嘴 朝手心哈着热气 洛辰瞧见少女这貌似的模样 不由地轻笑一声 这倒是和自己以前 那淘气的小师妹一样 都貌似得可爱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来买药的吗 少女迷糊半天 终于是想起自己的店里 还有位客人 又慌慌张张地跑到洛辰面前 洛辰没有答话 有些愣愣地站在原地 少女身上 似乎带着香囊之类的物品 散发着淡淡的药材味道 而这香味 让洛辰感觉有些熟悉 年龙香 洛辰绣闻两下 口中发出一声惊疑 这香她并不陌生 当年秦皇所弃的咸阳宫内 遍布有此香 是她亲手所致 这座棉龙香的药材 只剩于东北苦寒之地 产量稀少 方寸遍底万金 哪怕是秦皇 也只是将其赏给寥寥几位有功之臣 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和褒奖 这姑娘 是什么来的 先生 少女见洛辰呆呆地站在原地 点起脚尖 伸长双手 在洛辰眼前晃了晃洛辰回过神 低头看向少女 露出一个微笑 语气温和 姑娘 我不是来买药的 我是来找苗老的 白天和她打过招呼了 少女歪头打亮了 一下洛辰 漂亮的眸中露出几分不幸之色 平日来找苗老的 要么是身穿正装 看起来颇有气质的有钱人 要么就是满头滑发 和苗老一样研究中医的名家 很少有像洛辰这般年轻的 那您等等哦 苗爷爷在里屋 我去叫一下哦 少女踢着快锤到地面的羽绒服 摇摇晃晃地朝礼屋跑去 边跑还边喊着 苗爷爷 外面有个大帅哥客人找你 片刻后 两个脚步声游远极近 少女领头 身后跟着身穿堂装的苗老 哦 原来是洛小友来访 苗老监视洛辰 快步赢了上来 苏苏 去给洛小友泡茶 用第二个隔离的那包 苗老走到洛辰面前 拉着他坐到木椅上 转头吩咐道 苗爷爷偏心 我来的时候 都没有喝上那包龙井 苏苏口里嘟囔着 跺跺脚脚 走到礼物泡茶去了 小友 深夜来访是为何事啊 苗老坐定 笑盈盈地看向这位 对他胃口的年轻人 其实 我今天在图书馆 看了好久要学的书籍 有些不懂的地方 想请教一下苗老 不知苗老是否方便 洛辰的话里真假参半 他确实是有想 这几天和苗老请教的意思 但也不好意思告诉人家 自己是傻愣愣地迷路了 又刚好走到回春堂门口 不过这真假参半的话 倒是说到苗老星砍上了 苗老欣赏洛辰 本就是因为他扎实的中医知识 这会儿还瞧见他如此好学的模样 心中自然欢喜不已 方便 方便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老头子都和你讲 苗爷爷 茶泡好了 苏苏端着托盘 从礼物出来 托盘上放着两个青花瓷碗 里头的茶汤呈杏绿色 清澈明亮 宛如在杯中融化了一颗翡翠 哇 你在干什么 苏苏忽然惊叫一声 手中的托盘一抖 几滴茶水洒落出来 在他面前 洛辰正摁着苗老的肩膀 不断用击打着苗老背部 苗老死死咬着牙 表情显得有些痛苦 额头不断冒着汗 混蛋 给我滚开 苏苏表情瞬间变得凶狠起来 小手一摆 将茶碗连同茶汤一起砸向洛辰 脚步不停 拳头挥舞间 直取洛辰胸口 洛辰正专心给苗老舒缓筋骨呢 忽然间就被泼了一脸茶汤 而后又是被茶杯碰一下地砸在额头 紧随而来的奋力一拳 更是直接给他打飞出去 撞在柜台上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按照洛辰吃过不死药的体质 这样的攻击 自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不过拳头中带着的部分力量 却让他惊讶不已 拳头上有灵力 洛辰惊讶不已 同时也愈发肯定 这少女的来路不简单 灵力是存于天地间的一种神秘能量 上古大财者发现 通过特定的心法 可以将其捕捉至体内 存于丹田 灵力可强化肉身 清明精神 同时通过特定引导 也可外放出来 妙用无穷 但修炼心法 大多都被世家大族所垄断 很少有民间修士行走时间 更何况这位苏苏姑娘 修为已知三品 应该是有家传心法 从小便开始修炼 倒也不怪洛辰这么想 武者的品级划分 是根据灵力的数量 以及质量来的 而且每近生一品 都需要大量的天地灵气 不然 凭借洛辰感应到的 这两千年后的稀薄灵力 短时间内 应该难以有如此成就 随着量的增多 灵力会逐渐在丹田中置变 由气态转为液态 进而变为固态 而固态灵气 便是后世人们俗称的金丹 灵力的形态 决定了武者的修为等级 一到三品为气态 四到六品为液态 七到九品为固态 九品便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是所有武者的终极梦想 当然 两千年前亲自把洛辰 送入皇陵的影仪不再此裂 这石头脑袋眼里只有秦皇陛下 洛辰自己也羞武 只可惜品介不高 千年前灵力充沛的时候 也只是堪堪到达了四品 吃下不死药后 不知为何 浑身灵力一散二空 没有了此前四品的实力 不过这点代价也是值得的 至少他换来了不死不灭 不饥不渴 不倦不老的躯体 等等 我是在给苗老舒缓筋骨 苏苏姑娘 洛辰知道 刚刚自己的动作姿势 让苏苏有些误会 连忙开口解释道 虽然吃下不死药后 不会受伤 但这姑娘 好歹有三品左右的实力 被打了还是很痛的 但苏苏全然未听 小小的身躯 拦在苗老前面 面色警惕地看着洛辰 冷然道 你少骗我 我苏一青好歹也是学医的 你这哪是舒缓筋骨 这样的手法 分明是催筋断骨 苏一青 也就是苏苏小姑娘 见洛辰还要解释 提气运功 就要继续攻向洛辰 苏苏 洛小有说的没错 他确实是在 帮我舒缓筋骨 苗老的声音 从苏苏身后传来 小姑娘警惕地后退两步 侧头看向苗老 当瞧见老人家 脸上精神焕发的模样 呆了一下 这警惕的气势 也是一下子泄掉了 完了 自己又犯错了 苏苏挠了挠头 又看了一眼 地上撒得到处都是的茶汤 黑黑笑了两声 赶紧跑过去扶起洛辰 用柜台上的毛巾 擦了擦他脸上的茶汤 尴尬的 你没事吧 我马上给你去拿药 你等等 说着 就撒鸭子跑回李屋了 这丫头 有霸子力气 就无法无天了 还好给他安排的晚班 不然大白天客人多 不得出一堆乱子 骆小有 你没事吧 苗老看了眼李屋 摇了摇头 而后又看向苏晨 关切地问道 有霸子力气 苗老是不知道 苏苏有修为这个事情吗 苗老 方便问一下 这位苏依青姑娘 是您的亲戚吗 苏晨把毛巾 和吊在地上的茶碗 放在柜台上 开始问起苏苏姑娘的情况 怎么了 对苏苏很感兴趣 苗老一脸调笑地 看向洛晨 是的 我对他很好奇 洛晨毫不避讳地答道 这位苏苏姑娘 不管是身上带有的棉笼香囊 还是这三品的修为 都让洛晨生起了浓浓的好奇 更别说 他看向苏苏的时候 总有股奇怪的熟悉感 苗老显然没想到 洛晨这么直接 一时间有些愣住 随后大笑几声 好啊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就是比我这种老头子直接 行吧 那我和你讲讲苏苏的情况 以后啊 你们可以一起聊聊 发展一下 对于老人家来说 千红线这件事 仿佛是一种无师自通的本事 哪怕洛晨没有这个意思 苗老也有几分想撮合的意思 不过洛晨自动忽略了苗老后面 当月老的话 继续礼貌道 苗老请说 苗老捋了捋胡须 开口道 苏苏的大名 你刚刚也知道了 叫做苏一青 是我在京城一个老友的孙女 这段时间刚好大学毕业实习 我那老友嫌京城太嘈杂 苏苏又冒失 怕出乱子 于是就给丢到我这来了 洛晨点点头 又默不作声地问道 苏苏姑娘 力气一直这么大骂 说着 还故意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苗老见状 也是露出奇怪的神色 开口感叹道 哎 你别说 洛晨友 苏苏这小身板 还真藏着大力钱 前段时间啊 还帮我搬了好多烫药材 比那些过来的工人 还勤快利索 洛晨友啊 以后你要是和他出对象 可要小心啊 话末 苗老还煞有骑士般地叮嘱一句 不过苗老没注意的是 在他还在拉红线时 苏苏已经从里屋出来 站在他身后了 洛晨看了一眼苏苏 失笑一声 没有言语 倒是拿着药膏的苏苏发了话 苗爷爷 你说什么呢 哎呦 苏苏 你从里屋出来了 苗老神色颇有些干坏事 被抓得尴尬 看着苏苏 陪笑道 我是去拿药膏 又不是煎药 又语气生硬地 把药膏递给洛晨 来来 苏苏 你坐下 上次和你讲的那个伤寒论 爷爷继续给你讲好不好 刚好洛晨友也在 一起讨论一下 苗老见识不妙 赶紧转移话题 苏苏显然不是第一次见苗老这样了 别扭了两下后 也是乖乖坐在桌前 洛晨也暂时吸了打探的心思 毕竟郑主就在眼前 再打听就不礼貌了 随着谈话的增多 三人也慢慢沉浸在 这本经典的医学典籍里 偌大的回春堂 止于三人的交谈声 而与此同时 X市邻安分局 却有另一场风云 因洛晨而起 听说 当时你们在那个幕门前抓到一个人 而且是从林木里出来的对吧 在当初考读洛晨的审讯室内 一位青年男子 正坐在审讯位上 双手交叉 面容严肃 而在他的对面坐着的 正是当日审讯洛晨的老警察 陈延陈队长 是的 当日接到群众报警 说东郊那里有一个古墓坍塌 然后幕门口 有一个人在哈哈大笑 群众怀疑是盗墓贼挖的好东西 在那庆功 于是就打了报警电话 我们也是立刻出警抓捕 陈延一五一十地 陈述了当日的经过 这个人叫什么 你知道吗 是什么年纪 被抓之后 是否有领导打电话 或者有人保释 青年继续追问道 语气颇为凝重 陈延回忆了一下洛晨的样貌 开口道 这个人叫洛晨 年纪大约二十上下 被抓后没有人保释 也没有领导打电话 检查后也没有发现犯罪嫌疑 二十四小时留置时间到后 就被放了 青年文言 眉头紧讽 陈延的话 和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不太一样 洛晨 姓洛的 青年在记忆中找寻片刻 并没有对这个姓氏有印象 收回思绪 青年继续追问道 那这个洛晨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 比如随身携带木偶 或者携带虫子之类的 木偶 虫子 青年的问题很奇怪 陈延不禁愣了一下 但很快回过神来 没有 没有携带这些东西 要说反常的行为 就是 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并且缺少很多常识 青年文言 面色终于是放缓下来 不怕你不正常 就怕你正常 或许是比较急切 青年身躯都前倾几分 追问道 具体表现呢 具体表现说一下 陈延摸摸壶茶 总结了一下 反常行为 就是把自己当成古人了吧 经常说一些文周周的话 缺少常识的地方 他连手机 电灯 甚至是圆珠比都不认识 大概就是这样 青年听完 叹了口气 仰头躺在座椅上 他想打听的 可不是这种不正常 算了 先这样吧 我们自己去查 后来这个人王哪走你记得吗 青年右座直起来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陈延有些不确定地答道 应该是去市立图书馆了吧 我记得他临走前说 想要去那看看书 好的 多谢了 青年起身 和陈延握了个手 便转身招呼身旁的西装老人 一起离开 等等 陈延忽然叫住了青年 什么事 青年转头 有些疑惑地问道 那个年轻人 在被关进看守所前 还问了一句奇怪的话 原话是 如今是秦历几年 秦皇陛下 是否龙体安康 然后叫 陈延还没说完 就看到青年浑身一阵 瞳孔缩小了几分 谢谢你的消息 这对我十分重要 陈延是吧 回头我会跟冯菊智慧一声 给你加薪 青年到了声谢 瞥了眼陈延胸口上的公牌 承诺道 说完 带着西装老人 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 两人离开后 陈延紧绷的身躯才放松下来 背后的衣衫 早已被冷汗浸透 不管是刚刚面前的青年 还是站在他身后的老者 都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压力 尤其是那位老者 眼如阴笋 一道刀疤 从嘴角斜至眉间 光是站那 就让空气凝重了几倍不止 老陈 没什么事吧 门外一位老警察走了进来 面容苍老 但是浑身肌肉扎实 把警服都撑大了一个圈 逢局 能有啥事 这么多年干啥来 什么场面没见过 陈延故作轻松地挤出一个微笑 语气平淡道 你呀 就别装了 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状态 我还看不出来 就说那老头 没给你吓着 还记得当年咱一起去X 是最大黑帮卧底的时候吗 那鬼老大 都没这老头给的压力大吧 老警察从一旁饮水机里 接下一杯温水 递到陈延面前 陈延接过水 喝了两口 心里那点紧张 也是顺着水流舒缓不少 听到冯局的话 他也是苦笑一下 瞒不过 你这条老狐狸 不过 这两个是什么来头 怎么连你这堂堂 林安分局的局长 都缩在后头当孙子 说着 空着的那只手 还指了指天花板 小心翼翼地问了句 上面的 冯局摆摆手 拉过凳子坐下 哪能 我冯药虽然没干出啥成绩 但也没犯过错 哪能是上面的呢 陈延闻言笑骂一声 你这老鬼 跟我面前还装起来了 说吧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这边可好奇得紧啊 冯局又起身 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一口 压低声音道 那个年轻人 是王氏工业集团的太子爷 王轩 不过那老头我就不认识了 估计是管家保镖一类的 陈延有些疑惑 什么王氏工业集团 能量那么大 冯局叹了口气 对着陈延摇了摇手指 我都忘了 你个老陈头 你每天单单行真 抓抓人 两耳不闻窗外似的 哪能知道这档子事情 市中心那滨江大酒店小的不 陈延点点头 当然小的 咋了 他家的 冯局为了一声 可不就是 还有那长城工业 那什么什么矿业的 这X是大大小小能叫的上号的 都是他家的 陈局这下可就不冷静了 垄断资本家 不得了了 这国家不管管 再发展下去 这X是都是他们的了 冯局摇摇头 这咱可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上头有人看着吧 这次也是 直接是上面电话打过来 让我们局配合那个太子爷 陈延默默然 不再说话 冯局看见他这般模样 起身拍了拍他肩膀 老陈啊 这年头不一样了 什么都和钱挂钩 什么都和全挂钩 还是想念 当初和你一起抓毒贩 当卧底的日子 那时候多好 只用想着完成任务就好了 陈延抬起头 看向这位精壮的老伙计 眼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好了 一把年纪了 还这个样子 走 晚上出去喝酒去 你开车 冯局大笑几声 又是用力拍了拍陈延的肩膀 你个老狐狸 我开车 我不喝酒了 我喝酒 你开车 陈延知道 这位老伙计在安慰自己 很快收起伤感 笑骂几句 警局里的谈话 已经走出去的王轩少爷 和那位老者 自然是听不到了 此时的王轩 正坐在轿车上 老者在前面开车 急速驶向市立图书馆 少爷 你怀疑 此人和赵家有关吗 老者看了眼后视镜里的王轩 低声问道 王轩看着窗外 没有回头 淡淡道 赵天龄早就看我们家不爽了 一年之约又快到了 按照他那卑劣的性子 肯定会弄出点动作 不得不防 老者收回目光 叹了口气 要是老爷没受伤的话 此话一出 仿佛是戳中了王轩的痛点 他一拍坐垫 话语中满是怒火 哼 如若不是那日赵天龄使了阴招 就凭他那七品巅峰的实力 能是我父亲的对手 卑鄙小人 王轩拳头攥紧 冷哼两声 不再言语 X是冬夜的道路极为空荡 宽敞 除却早晚高峰 几乎没有太多车辆 急速狂飙之下 两人也是很快到达了市立图书馆 老者停下车 为王轩打开车门 随后从侧座拿出一条围巾 就要给王轩戴上 林叔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把我当小孩 王轩挥手拒绝了围巾 直直地朝尚未关门的图书馆走去 林叔则是站在原地 眼里露出几分无奈之色 把围巾放回 锁好车门便紧紧跟了上来 你说是王谷街去了 王轩站在服务台旁 面前是那位递给洛成咖啡的小姐姐 小姐姐点点头 再次指了指洛成离开的方向 是的 那位先生很帅 我印象很深 就是往那去了 王轩从内侧口袋里 拿出一叠红票子 数也没数 就放在桌子上 给你了 谢谢你的消息 说吧 便转身离开了小姐姐 呆立在服务台旁 看着那一摞钞票 忽然弯腰掐了下自己大腿 今晚是不是在做梦 怎么接二连三碰到帅哥 出手还这么大方 图书馆外 林书紧紧跟在王轩身后 看了眼幽深的天空 劝道 少爷 您不必亲自去找的 等今晚回去 我叫手底下的人找就行了 王轩却不闻不问 也不上车 只顾着朝古街走去 林书叹了口气 只好继续跟在他身后 两位都是修士 脚力自然不慢 不过两三分钟 便走到了古街里 林书 感应一下 如果是修士的话 在一条街的范围内 应该逃不过你的感知 王轩吩咐道 林书闻言 点点头 闭上双目 丹田内灵力慢慢运转 开始捕捉起街上的灵力气息 不过几秒 林书就猛然睁开了双目 少爷 找到了 三品修士的气息 而且就消散不久 王轩闻言 眼里露出欣喜之色 好 林书 带路 林书没有停下攻法 领着王轩 飞快地朝气息锁在地跑去 到了 就是这里 哎 不对 这不是苗老的医馆吗 两人停下脚步 林书看了眼店铺上的牌匾 忽然开口说道 王轩也跟着抬头一看 店铺牌匾上写着 回春堂三字 不用管在哪 先进去再说 对于苗老 王轩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这时候 也不管那么多了 推开木门 两人快步走进堂内 听到木门打开的声音 里面坐着的苏苏 下意识地站起身 朝堂口走来 嘴里还顺口喊道 来了 来了 欢迎光临回春堂 不过王轩二人的注意 却没在苏苏身上 静止绕过苏苏 走到苗老身边 苗老自然认识二位 起身问道 王少爷深夜来访 是家中有何急事吗 王轩摇摇头 直奔主题地问道 苗老 今天有没有一个 叫做洛晨的人 来过你的店铺 苗老闻言 下意识看向洛晨 洛晨也是一猛 这两千多年过去了 除了路上认识的那个大哥 自己也没个认识的人啊 不过他还是站起身 指了指自己 开口道 我就是洛晨 王轩看向灵书 朝洛晨努了努嘴 灵书会议地点点头 上前猛然抓住洛晨的肩膀 一股霸道的灵力 直直地涌入洛晨体内 洛晨下意识就是一症 但却被一股佩然俱力 压得动弹不得 七品修士 洛晨瞳孔一缩 这个时代 居然还有这个等级的修士 是秦皇的后手吗 还是千年前 基于不死药之人的后背 洛晨脑海中 瞬间想过种种可能 不对 这个灵力属性 有些熟悉 洛晨虽然身躯动弹不得 但双眼却是不断打量着 这两位不速之客 目光中满是思索之色 当当苗老说 王少爷 此人姓王 王轩 这是要干什么 苗老焦急下 直呼王轩的大名 绕过木桌 就要拉开灵书王轩横移一步 拦在苗老身前 淡淡道 苗老 稍安勿躁 我们只是 确认一些事情而已 两人谈话间 灵书已经松开了洛晨的肩膀 快步退至王轩身旁 没有修为 完完全全是个普通人 除了身体非常健康 血气充沛外 跟寻常青年没什么两样 王轩皱了皱眉 有没有可能是 收敛气息的心法 灵书摇摇头 少爷 哪怕是收敛气息的功法 在灵力入体的探测下 也是藏不住的 除非这个人的修为远超于我 不过 这不太可能 王轩环视一圈 屋里总共就五个人 苗老肯定是没有修为的 洛晨也没有修为 那么三品修饰的人选 就只有一个了 就是那个姑娘 王轩猛然回头 看向站在门口的苏苏 苏苏作为修士 自然能感应到 老者身上霸道的气息 也能明白 老者刚刚是在用灵力探查落成 此时见王轩盯着自己 不禁面色一紧 心中慌张起来 怎 怎么突然看着我呀 啊 怎么办怎么办 爷爷说过 外面的修士 都是凶神恶煞的坏人 被抓到后 是会被扒皮抽骨 练成丹药的 这位姑娘 此时把脑筋转到了极限 小脑瓜子都要赚冒烟了 有了 苏苏大眼一亮 表情瞬间变得呆萌起来 傻里傻气的 之前见过的修士 都是很厉害很正经的 装傻子的话 应该不会被探查吧 苏苏维持着傻里傻气的表情 就差嘴角流点口水出来了 换做普通修士的话 这招可能就奏效了 但是王轩这个人 性子很较真 丝毫没有因为苏苏这呆呆的样子 而去忽略她 林叔 那个女孩 也麻烦你看一下了 王轩面无表情地说道 林叔点头领命 直直朝苏苏走去 等等 两位 骆某也就算了 但想随意窥探女子的经脉 是否有点太不礼貌了 就在老者朝苏苏走去的时候 骆成突然起身 走到苏苏面前 将其护在身后 目光绕过老者 直视王轩 嗯 这人果然有问题 王轩面色一变 这个骆成能说出探查二字 显然知道林立的存在 并不是林叔所说的 只是一个普通人 抬头看向林叔 只见对方脸上 也是一脸金色 出来一屑 王轩走到洛成身边 命令式地说道 林叔此时也是走到洛成旁 散发出林立的威势 虽没说话 但这架势 仿佛洛成拒绝一下 就会出手将其礼貌地请出去 洛成脱下军大衣 扔在柜台上 露出里内那件 破破烂烂的落王山 随后迈动脚步 跟着王轩走了出去 丝毫不在乎屋外的寒风 身后的林叔眯了眯眼 浑身林立一直保持流动 没有放松丝毫警惕 如果以自己七品中阶的实力 都无法探查明了的人 要么一丝一毫灵力都没有 要么实力 就是远超自己前者还好 如果是后者的话 林叔紧了紧拳头 跟了出去 心中已经做好了 拼命赴死的准备 等林叔走出门 苗老赶紧拉过苏苏 随后走到门口 看向三人离去的背影 心中隐隐为洛成担忧起来 王家势力极为庞大 可以说 整个X是 没有什么这位王少爷做不到的 哪怕自己这个中药协会的会长 在其面前 也不过是楼尼罢了 古街房屋低矮 X是冬季的寒意 再次体现得更为明显 街边的店铺房屋 也都熄了灯 让寒夜更显寂寥 王轩作为王家大少爷 自小便培养了细致的观察能力 12月的寒冬 仅凭一箭单薄 可以说得上是蓝绿的丝绸制衣 一般人是不会那么从容的 更何况 在王轩的感知中 洛尘体表温度一直恒定 与寻常人波动的体温完全不同 走了大约百步左右 王轩在一个巷口处站定 巷口阴暗 四周没有人家 只有几堵青墙 围绕着这幽闭狭小的空间 倒是个杀人埋伏了好地方 不是吗 洛尘四下打量一下 轻笑道 王轩倒没有什么反应 他身后的灵书 倒是如迅雷般 闪到王轩面前 如灵大敌 洛尘有点猛 这是干什么 我不就感叹一下 阁下有什么招 尽管使出来吧 要想伤我少爷 先踏过我的尸体 洛尘还没有什么动作 灵书倒是视死如龟般的敌吼道 我想两位误会了 我并没有敌意 虽然不知道 你们来找我是干什么 但是我这边是有别的事情要说 绝对和你们所想的事情不同 洛尘摊摊手 将姿态放低 温声道 灵书还是不放心地打量洛尘几下 见他浑身架势松散 破绽百出 也没露出丝毫敌意 这才松了口气 随即侧身 给身后的王轩让了个位置 两位修炼的 可是万象诀 洛尘看向两位修士 看似问句 实则笃定地说道 王轩和灵书没有言语 但洛尘从两位的神情可以看出 他猜对了 你 到底是什么人 九大族 根本就没有姓洛的 在王轩发问时 灵书放松的身躯又紧绷起来 洛尘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又问道 那么 你们的祖上 是秦皇手下得力大将 王俭 没错吧 王轩冷哼一声 你都知道万象诀了 还有必要躲此一言 说吧 你是不是受赵家所托 来履行一年之约的 这两人戒备之心 怎么如此之重 还有 这赵家和一年之约是什么 你们真误会了 我真不是什么赵家的人 也不知道什么一年之约 洛尘无奈地瘫瘫首 口说无凭 你如何能够证明 况且 九大族的修炼功法 基本都只有九大族内部才知道 你一个外姓 如何得知 显然这番说辞 并不能使王轩和灵书 放下戒心 我知道万象诀 完全是因为我的祖上 和王俭将军有渊源 只是传到我这一代的时候 就剩我这个独苗了 洛尘自然不会告知两人 自己是和王俭同时代的人 是因为服下了不死药 才活到现在 不论两人是否知晓不死药一事 这种逆天之物 能烂在心里最好 洛尘怕二人不放心 顿了顿 又继续到 如果你们那有情识留下的笔记 应当留有我这一支的记录 不信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去一趟你们家族 这样 你们就放心了吧 王轩和灵书对视一眼 有些拿不准主意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王轩思索一番 决定还是带洛尘回去看一下 老老 我要跟这位王少爷去他家一趟 日后有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 我再来请教你 洛尘走之前 先是回到了回春堂 和苗老到了个别 苗老叹了口气 他对这位少年 还是很有好感的 温和 谦逊 关键还热爱中医知识 只是王家事大 自己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洛尘也明白苗老的难处 温和的笑了笑 便坐上了门外王轩的车 引擎启动 在深夜发出一声沉重的轰鸣 载着三人朝王家族的驶去 轿车并未驶向城区 而是顺着绕城高速 到了X市的东郊 窗外流水般划过的背景 逐渐由高楼大厦 变为了林木四立的树林 寂静的四野 也逐渐响起了悠悠的重名 不愧是王俭将军的后代 连家族选址的品位 都一般无二 洛尘现在已经知道了 自己所做的铁和怪物 是一种叫做汽车的交通工具 所以现在也是淡然地坐在车上 甚至能开几句玩笑 但王轩此时 却没洛尘这样放松 只是默默坐着 没有言语 前排的林书更为紧张 他不仅要开车 还要随时提防 洛尘是否会出手攻击少爷 所以大部分心神 一直锁定在洛尘身上 在这么个奇怪的氛围下 轿车一路开到了 东郊一片矮山之下 洛尘从车上下来 看着面前的满山灯火 停台楼阁从山脚蔓延至山顶 尤其是山顶 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殿 处立其上 气势磅礴 我收回刚刚在车上说的话 你们可比王俭将军奢侈多了 洛尘收回目光 感叹道 这人在感叹什么呢 这年头 还住木头房子的人 不应该简朴才对吗 王轩一脸奇怪地看着洛尘 收回心思 王轩迈步向前 示意洛尘跟上 轿车距离山脚处大门不远 也就几十步的距离 随着靠近大门 洛尘越发觉得王家族的熟悉 这里的建筑 大多都保留了秦时期的风格 大多是木屋 石屋以及竹屋 石屋外还建有外墙 上面雕刻着各式壁画 只不过因为年岁久远 大部分已经磨损 得看不出原先的壁画内容了 三人沿着蜿蜒的山路 穿过夜晚弥漫山间的薄雾 来到了山顶的大殿处 大殿门前 一片空旷 只有一个青年警卫守在那里 显得有些孤独 王轩走上前 望着警卫 与其平和地问道 小远 我父亲和大长老他们在里面吗 王轩目前还没有打开 家族藏书阁的权限 此事还需他父亲和大长老点头 宣少爷 家主和大长老不在里面 青年警卫见王轩前来 面色略显紧张 有些吞吐地回答道 这个回答让王轩皱起了眉头 他上前两步 抓住警卫的双肩 再次问道 那他们在哪 说实话 家主不让我说 他说 宣少爷回来后 让他回屋歇息就行 警卫的声音越来越小 仿佛在掩饰什么 这一点小动作 自然逃不过王轩的眼睛 他紧盯着警卫 声音中带着一丝紧张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警卫低头不语 王轩的气场 让他有些无法承受 半晌 他才小声地说 宣少爷 您还是进去看看吧 王轩闻言 心中愈发不安 他甩开警卫 静止闯进了大殿 后面的洛臣和林书见状 也是跟了上去 只留小警卫在后面交集的跺脚 但又不敢上前阻拦 大殿内十分明亮 中央供奉着一尊 基米糕的巨大将具石像 正是王家先祖 王俭 石像下 排列着两排坐垫 由两方人马 正精卫分明的对立而坐 左边一排人 体型大多精壮无比 肌肉如钢水浇筑一般 大冷天的 踢表还散发着 肉眼可见的热气 右边一排则阴沉一些 大多穿着长袍 长袍下 隐隐有活物在蠕动 让人见之心里发麻 两排人马中间 各有一个外移半个身位的坐垫 坐着双方的领头之人 左侧是一个落腮壮汉 面色有些苍白 似乎是有伤在身 右侧则是一个 长相阴柔的年轻男子 不过有着一股 与年纪不符的老橙质感 修长苍白的手上 正盘踞着一只千足蜈蚣 灵甲斑斓 正绕着男子的五指 蜿蜒爬行 父亲 有一件急事 需要借用一下 王轩还没说完 就瞥见了右侧领头的 那个阴柔男子 目光瞬间被怒火充斥 赵天灵 是你这个老皮肤 你还敢亲自过来 右方人马听到 王轩这不客气的话语 都骚动起来 靠近王轩的几个长袍老者 已经站起身来 袍下蠕动得更为明显 仿佛有什么凶物 就要从中扑出 哎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我们是来谈事情的 不是来动手的 都冷静一下 阴柔男子 也就是赵天灵 嘴上说着劝阻的话 内容客气 但语气却不容置疑 这位家主 显然平日在族内极微极深 一开口 极微想要动手的老者 就乖乖坐下 一袍下的活物 也沉寂下来 赵天灵看向左侧领头的 落腮壮汉 皮笑肉不笑道 王峰 我这贤侄 还真是和你的脾气 你这大火药桶 生了个小火药桶呀 王轩哪能容忍 赵天灵这般嘲讽 当即就要反击 好了 轩 先退下 王峰呵斥一声 是 父亲 王轩心中虽然满是怒火 但父亲发话了 他还是站到一旁 但目光始终紧紧盯着赵天灵 面上满是不愤之色 真听你话啊 不像我家那小子 到处疯跑 也没个影子 完全不听我这个父亲的话呢 赵天灵阴沉地低笑了两声 脸上露出一副 教子无方的神情 但怎么看怎么虚假 刻意 王峰看着赵天灵 冷冷地说 赵天灵 我们今天可不是来扯家常理短的 事情谈完了 就赶紧滚 语气中充满了厌恶和警告 仿佛在提醒赵天灵 不要玩得太过火 赵天灵无所谓地站起身来 凑到王峰面前 好好 我滚 不过 七天之后我再来的时候 可要看到长城工业的股权转让协议 完完全全地放在我面前哦 王家主 说完 瞥了一眼王峰被短衣遮盖的胸口处 嘴角勾出一丝阴朗的笑意 随即将蜈蜈收入怀中 带着一众家族长老离去 待气离开后 王峰冷然的面色突然一变 吐出一口带着黑紫色的鲜血 血液落在地面上 将瓷砖腐蚀的丝丝作响 父亲 家主 王轩和一众长老见状 纷纷围至王峰身旁 王峰白白手 示意众人退开 撑着地面站起来 环视一圈 开口道 先不用担心我 赵天龄这次亲自来 绝对不是收股份这么简单 大长老 尽快安排人手盯着他们 王峰一旁的精壮老者点点头 是 家主 我马上安排下去 再不担心担心你 你就要死了 众人猛然回头 只见洛臣缓缓走来 目光看向王峰的胸口处 淡淡地说道 说什么呢 小子 说什么魂话呢 王峰这位家主 确实当得不错 洛臣话刚出口 众多长老便纷纷斥责起洛臣来 脾气火爆者 已经悄然运起凌厉 浑身血气滚滚生疼 轩 介绍一下这位小友吧 王峰挥手平退众人 朝王轩问道 是 父亲 此人名为洛臣 据他所言 其身后的家族 与我族祖上的王俭先祖有渊源 昨日清晨 便是他出现在东郊旧皇陵的门口 王轩一五一十地将自己所知的情报导了出来 洛 王峰的反应和王轩一般无二 在他的印象里 确实没有洛杏家族的记忆 好了 与其担心我的来历 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王家主 即便是被众多身形健壮的修饰围堵 洛臣也丝毫不见惧色 双目直视王峰 轻笑道 王峰能担得起王家如此庞大的家业 时人目光自然不差 眼前这位叫做洛臣的年轻人 所表现的云淡风轻 显然不是装的 自傲作为X是幕后真正的掌控者 他身上自然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势 即便是其余八大族的长老来访 也会忍不住恭敬几分 看着面前淡然的洛臣 王峰饶有兴趣地问道 请问这位洛小友 我为何快要死了 洛臣上前两步 折指王峰的胸口 开口道 你明明心里清楚 还要我说出来吗 王家主 倘若你拉下衣服 大家一观便知 王峰面色不变 眼底闪过几分惊异之色 这小子 好毒的眼泪 离王峰最近的王轩 自然注意到了父亲眼中的神色 虽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说话 但心里的担忧 驱使着王轩开口询问道 父亲 您的胸口 说到一半 王轩想起 刚刚自己父亲吐出的黑紫色鲜血 还有刚刚离去的赵天灵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焦急地开口说道 父亲 是赵天灵那个老畜生 上次伤你的那个吗 王峰看了眼自己儿子 眼里又是无奈 又是对他精细观察里的欣慰 叹了口气 一把拉下了短衣 露出胸口 死 众人见状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王峰暴露而出的胸膛上 布满了诡异的纹路 仿佛被盘踞着一条条细长的毒虫 原本见状的胸肌现已萎缩 变得枯瘦如柴 皮肤表面呈现出令人作呕的紫黑色 这是紫斑毒 取自采云无宫的毒囊 这种毒会随着人体血液循环 游变全身 最后扎根于心脏 吞噬血气 使人血气衰竭而亡 洛晨顿了顿 又毫不客气地继续说道 如果不是你修炼了万象诀 你早就死了 洛晨这一番话讲完 王峰眼中的轻视之色 一撒而空 语气变得重视起来 小游好见识 实不相瞒 王某饱受此毒困扰 已经近乎一年 迟迟无法找到解药 不知小游有何办法 可以驱除王某的苦痛 王某再次承诺 必有后报 王家家主的承诺 这个分量可不轻 洛晨却摇摇头 一脸玩味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小子 你 你今天要是不治 你就别想 走出这个门 王家众人文言 更加骚动起来 王轩更是上来 抓住洛晨的衣领 双目死死地盯着他 洛晨 你如果治好了我的父亲 你什么条件 我王轩都答应 王峰作为王家战立天花板 自一年前 被赵天龄偷袭受伤后 实力大将 赵家虽远在京城 但是也抓着这个机会 一直蚕食着王家的势力 如果这次洛晨能够出手治好王峰 那么王家目前的颓势 定可逆转 为此 王轩已经想好了 付出任何代价的准备 洛晨文言 却是一笑 拍了拍王轩的肩膀 开玩笑的 我都说了 我祖上和王俭将军交情颇深 如今他后人有难 我自然会出手帮忙 王俭将军 两千年前的恩情 如今就偿还给你的后代吧 洛晨心中暗响 随后抬起头 看向众人 开口道 解决这紫班毒 一共有两种办法 第一 就是把刚刚那个赵天灵手中的 采云蜈蜈抓来 配合其余四种灵草药材 炼化承担 扶之 死毒可解 这 洛晨言罢 众长老面面相去 在家主受伤的情况下 谁也没有把握 能在赵天灵手上 抢到他的宝贝蜈蜈 更何况 此次他并不是一人前来 同行的 还有赵家的众多长老 小友 烦请说说另一种办法吧 王某如今的实力 恐怕难以从那个老匹夫手中 夺过他的爱宠 王峰很清醒 没有丝毫动手的想法 转而打探起另一种解决办法 洛晨倒也不在意 在说这个方法前 他就预料到 王峰会这么说 所以也是顺着达到 第二种见效较慢 但所需之物比较常见 寻常药房便有 但是 此法 需我每日在心脏处失真 不知王家主 是否信任 我这个外人 洛晨说完 直直地看向王峰 语气颇为诚恳 王峰将衣服穿好 深深地看了洛晨一眼 开口道 洛晨小友 也不介意我去证实一下吧 洛晨贪贪手 无妨 王家主一查便知 注意 要细看洛王府三字 别看洛晨表面云淡风轻 但心中其实还是有点担忧的 毕竟在皇陵中 被关了两千多年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家族 在后来是怎么样的处境 也只能赌一赌了 那请随我来吧 王峰对着洛晨虚引一下 颇为客气地说道 王家的藏书阁很近 就在大殿之后 外形是一座三层楼高的石塔 石塔也是典型的秦朝风格 方形为主 顶部盖有一层厚重的石质宝盖 塔门由木制成 极为宽阔 王峰推开木门 一股淡淡的墨香 和书籍腐朽的味道 从里飘出 塔内的装饰倒是颇为现代 中间还挂着斩吊灯 让陷入回忆的洛晨 一下子被拉回来了 王峰打开门旁的开关 塔内瞬间亮堂入白昼 随后转头看向洛晨 开口道 进来吧 塔内空间极为宽敞 四周分别柱有石质书架 中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石质台阶 关于秦石器的藏书 全部放在三层了 跟我来吧 王峰带洛晨走上三层 腐朽的气味 大多就是从这传来 随着三层的灯光打开 其中的藏书 也映入洛晨眼帘 说是藏书 实际上是竹简偏多 其余的基本是丝绸一类的织物 基本没有纸质 竹简上涂抹了一层 类似于油漆一般的物质 应当是这种物质 才使得两千多年过去 竹简依旧完好 洛王府 你的祖上是秦石的王侯 王峰指尖从一排排竹简上掠过 一边问道 洛晨站在原地 点头回应道 是 秦皇清风洛王 主掌练单一要事宜 这也是我一身单数的由来 王峰见洛晨确定后 走到了那侧书架 开始细细查找起来 有了 洛王府 指掌单思 王峰拿起竹简 一字一句念了出来 洛晨走到他身边 一同看起竹简 面上逐渐露出亚裔之色 根据他的判断 此块玉简 应当是自己被关入皇陵之后才制成的 上面的技术极为简单 西洛王府掌秦朝之单思 权规当代洛王 秦历十年 初代洛王洛晨 得罪于秦皇陛下 被折束于外 洛王府之权柄 宜于其足地 用大白话说就是 洛王府是管当时秦朝医疗行业 掌权人通常是洛王府的当代洛王 秦国建立的第十年 首代洛王洛晨犯下大错 被秦皇陛下逐出咸阳 后来洛王府就交由他的足地掌权 逐出咸阳 呵 倒是有意思 洛晨眼中露出浓烈的讥讽之意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当初分明是惧怕自己的炼丹之术 为他人所用 才将自己押入皇陵 永绝后患 但对外的口径 却是我洛晨犯下大错 真不愧是千古一帝 好得很啊 洛晨 小友 这初代洛王也叫洛晨 和你同名啊 王丰一脸奇怪地看向洛晨 不过心里却没往两者 是同一个人这个方向下 面对这个疑惑 洛晨早已做好了准备 收起眼底对秦皇的怨恨 微笑道 虽有些不敬先祖 但父亲在我出生之时 希望我如初代洛王一般 单数与医术高绝 便赐我洛晨一名 好在在下不负所托 完全掌握了初代洛王 遗留下来的所有炼丹和医药知识 说完 洛晨心底苦笑两下 长生者的伪装 真的是由一个个谎言来构成了呀 王丰倒是没有多疑 将竹简放回 好了 既然是秦时竹简记载 并且还留存于我王家族地 那你的先祖 应当确实与我族先祖有救 事关王某的性命 此事重大 先前多番怀疑 还请小友见谅 说完 王丰朝洛晨微攻 言语间颇为诚恳 无妨 王家主 但是在您痊愈完毕后 在下有一事相求 洛晨摆摆手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王丰眼中金光一闪 来了 开始提条件了 保持躬身的样子 王丰客气地说道 小友请说 只要不违背我王丰的原则底线 我王丰自然全力以赴帮助小友 老狐狸 这时候了还玩文字游戏 不过也罢 这个条件 应当算是极低了 洛晨眯了眯眼 王家当代家主的作风 倒是与先祖火爆的模样 大相径庭啊 不论是本人还是儿子 都精明谨慎 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只是情使我族先祖犯下大错 导致洛王府日益衰落 传至我这一代 家中关于秦时记载的典籍 已散落大半 此次医治之后 在下不求其他 只想在此处藏书阁待上几日 查阅秦时的古籍 不知家主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 洛晨自然有自己的考量 自己已是不死之躯 物质需求对他来说 不过是浮云罢了 最重要的是 捡回自己被关于皇陵后 丢失的那一段 关于秦时的历史 他绝不相信 那样一个人物 会轻易地死在一架马车之中 简直是无稽之谈 洛晨今日进入图书馆 洗得现代汉字后 首先去的就是历史点击处 当看到点击中记载 秦皇是死于一次出巡 并且是病死时 洛晨在第一时间便确定 这个记载是假的 且不说死于出巡 光是病死这一事 便不会与秦皇 这位长生者扯上关系 出图书馆后 洛晨本想到别处寻找线索 谁知王家此时找上门来 并且此刻还得知 家族中藏有秦时的典籍 对于洛晨而言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所以他才故意说出 王家的修炼功法 以及王俭之名 故意前来王家 为的就是现在提出这个条件 自然可以 小友想看多久 就看多久 王峰还以为洛晨会提出 什么过分的需求 没想到竟然如此简单 不由得对这个年轻人 生出不少好感 语气也清静不少 两人从藏书阁走出时 已经是午夜时分 凌晨一点左右 王峰虽得知了治疗方法 但也没急于一时 反而颇为客气地 邀请洛晨住下 治疗一室 等明日再聊 洛晨也不推辞 在侍者的带领下 走向客房 洛晨离开后 王峰面上的笑意消失 重新变得冷漠起来 转身朝大殿走去 行走间 对着身后招了招手 瞬息间 便有两道人影 落在王峰的左右两旁 与其并排行走 左右分别是 护卫王轩的王满林 以及大殿中那位白须飘飘 却精壮无比的大长老 林叔 虎叔 您二位怎么看这个洛晨 王峰看向两位家族的顶梁柱 与其中带着几分征询之色 左侧的王满林 率先开口道 家主 我与其接触最早 也探查过此人的身体情况 如果此人所言属实 那么确实可信 不过 还需要细细探明此人的来历 包括他口中 传承至今的洛家 林叔言罢 一旁的被称为虎叔的大长老 也开口道 我也同意满林的说法 在这个洛晨来时 我已经派人前去调查过了 此人先前应当是隐居山林 没有现代的身份证 在各个城市监控中 也是昨日才有的他的影像 王峰听完 点点头 吩咐道 那便依你们所言 再去查一下这个人的来路 还有 晚上给苏老打个电话 说我王峰恳请他连夜前来一趟 我不太放心 身旁两位老者点头称事 下一秒便消失在原地 王峰叹了口气 摸了摸短衣 遮盖下的胸膛 洛晨啊洛晨 连苏老都治不好的病 我能信得过你吗 次日清晨 洛晨早早醒来 看着眼前米色的天花板 眼中还有点不适应 秦皇的背叛 让他在心中筑起了一座警戒的高墙 昨夜在王家客房歇息 也只是浅眠罢了 起身 还是穿上那套褛褛的洛王衫 洛晨简单梳洗一番后 便朝着山顶大殿走去 昨夜 王峰便是请他第二日早晨 前往大殿一续 山间多物 即便过了四五个小时 那午夜的薄雾也还未散去 大殿门口依旧是那个叫做小远的青年警卫 占了一夜岗的他 显得有些困乏 板正的西装被沉露进得有些湿润 洛晨是第二次前来 小远自然认得 何况昨夜上面吩咐过 若是洛晨前来 直接放进去就行 洛先生 请 小远伸手虚颖 恭敬地领着路 洛晨进入大殿 面色露出亚异之色 他倒是低估了王家对王峰伤势的看重 他已经是提前醒来 提前到了 但殿中的王家众人更早 在洛晨来之前 就已经端坐静等了 殿中布局倒是稍稍有些改变 昨日留给赵家一行的坐垫已经撤去 至于王家众人的坐垫 以及一个专门留给洛晨的 洛先生 请稍等 我父亲马上就来 坐于守卫的王轩起身迎向洛晨 开口道 请洛先生就坐 洛晨顺着王轩的意思 坐在他身旁 王峰既然没来 他也不好开口 于是便悄悄地四下官瞧起来 不过片刻 王峰便领着一位身穿堂装的老者前来 老者经受 七八十的年纪 满是皱纹的面上 挂着一副圆眼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有黑中夹杂着几缕白 苏老 这位便是洛晨 洛晨友 王峰对着身旁的苏老介绍道 随后走到洛晨身边 转而介绍起这位老者 洛晨友 这位是京城苏家的苏老 医术精湛 是华夏医药协会会长 王某先前便是托苏老的福 才苟活至今 苏老昨日听闻 小友有医治子般读治法 特地从京城飞来 想和小友请教一番 不知洛晨友是否方便 王峰的话 说得倒是滴水不漏 听闻 请教 怕是来监督我的吧 洛晨心里自然清楚 王峰的小心思 不过大家看破不说破 洛晨也懒得管 其实不用王峰介绍 洛晨也大致能猜到 苏老的职业和特长毕竟 苏老身上的药材味道 在洛晨眼中实在太明显了 苏老您好 晚辈洛晨 久仰大名 既然目前是作为洛家后辈 洛晨自然是要一桩到底 于是语气颇为恭敬地问候道 苏老显然也是极为温和之人 也是十分客气地笑着回礼 有点眼熟 洛晨走近 才发觉这位苏老的眉宇 有点眼熟 洛晨友 昨日说治疗这个紫班毒 需要一些药材 不知是何药 我这就让手下人去准备 还未等洛晨细想 王峰的话就打断了他的思绪 苏老到来后 这位王家主也是放心不守 于是昨日被强行遮掩下去的交集 也是透露出了一点 这个倒是不急 只是 王家主是要让我在这个大殿煎药吗 洛晨轻笑一声 你这王峰 也没有昨天表现得那么冷静啊 那不是的 家中自然有煎药的地方 请两位随我来 轩 林叔 你们也一起 王峰一拍脑袋 有些尴尬 王家药库离大殿不远 就在山腰处的一片竹林里 竹林里放置了不少现代仪器 内里还有种植药材的现代化大棚 能提供对应药材的标准生长环境 让洛晨看着嘖嘖称奇 说是药炉 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医院 里面基本包含了现代医院的所有设施 只是规模稍微小些 王峰领着众人入内 来到左侧的中医区 中医区与回春堂的布局差不太多 都是药柜 监药房 诊疗室等等构成 需要的药材很简单 你这边应该都有 有纸笔吗 我写出来 洛晨开口问道 稍等 洛先生 我马上拿过来 一旁的王轩立刻起身 将柜台上的纸笔拿给洛晨 洛晨接过纸笔 专注地在纸上写下所需的药材 他写得认真 但是当纸张教育王峰的时候 后者脸上却露出几分迷茫之色 洛晨刚学的汉字 第一次写出来实在是有些丑 王峰有些认不出来洛晨写的是什么 轻渴两声 王峰颇为照顾洛晨地说道 要不 洛小友 你说 我写 洛晨面露尴尬之色 点点头 麻烦王家主了 接着 便开始口述药材的名字 起初 在洛晨报药材名称的时候 苏老还是好征以侠的状态 随着一个个药材名的爆出 苏老也逐渐陷入沉思 不识明雾般地点点头 洛晨话落 王峰写完 洛晨抬头看向王峰 王家主 这些药材应该不难找 若是齐全 我们便可以开始了 王峰点头 就要将纸张递给一旁的苏老 苏老摇摇头 没有接过 目光转向洛晨 洛晨游果真是奇思妙想 此法确实可行 王家主大可放心 见苏老都这般说 王峰终于是松了口气 随后 一行人走进了监药房 洛晨看着药柜上的药材 心中不禁暗自感叹 这里的药材种类之繁多 实在是超出他的想象 他开始按照纸上的药方 一样一样地挑选出所需的药材 苏老一直看着洛晨的举动 眼中露出了一丝惊讶 他没想到 洛晨看起来如此年轻 竟然对药材的把控如此深入 没有用到过一次秤 完全是徒手抓药 而且光凭药材的气味 就能准确地找到 对应药材所在的柜子 挑选完毕 洛晨开始煎药 目光专注 手法熟练 宛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药师 药箱在空气中弥漫 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 王峰看着煎锅 眼中都露出了一丝期待 不过一会儿 洛晨就停下了动作 熄火 开炉 一气呵成 王峰愣了一下 这就好了 随后又转头看向苏老 苏老秀闻一下 点点头 洛晨将药汤倒入此碗 递给王峰 王家主 可以开始了 王峰接过药 深深地看了一眼洛晨 仰头将药汤一口灌下 王家主修的万象诀 乃是炼体功法 通常王家修士的血液流动 也十分快速 这让药汤入体后 很快便流过全身 王峰闭上眼睛 感受着药汤在体内流淌 王轩和灵叔的表情 紧张地看着他 心中暗自祈祷 希望这份药汤能见效 突然 王轩猛然咳嗽一声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随后挖一声吐出 和先前一样的黑紫色血液 只不过这次的血液 不再腐蚀地面 反倒在吐出的瞬间 便凝结成块 咳出血块后 王峰表情轻松不少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目光直直对上了 洛晨淡然的眼神 怎么样 父亲 王轩迫不及待地问道 洛先生好手段 这紫般毒果真退去不少 王峰抱拳 恭敬道 一碗药汤 他对洛晨的警惕 再次下去几分 称呼也转成了先生 苏老此时也征询般地 看向洛晨 问道 这位洛晓友 不知老夫是否可以观察一番 洛晨温和一笑 点点头 苏老见状 伸出枯瘦有力的大手 把在王峰的手腕上 闭目枕断起来 几息后 睁开双目 感慨道 洛晓友这一位悬神 当真是神来之笔 老夫先前也考虑过 用此为药材 但悬神活血 若用量不慎 反倒有可能加快 紫般毒的蔓延 现在想来 是老夫太过保守了 这位苏老 也是不简单 洛晨听着苏老的分析 暗暗点头 洛先生 大恩不言谢 日后若有差遣 请随时吩咐王轩 王轩上前一步 恭敬道 洛晨千年前也是王侯 自然知道 王轩这不过是场面话而已 自己只是取得了 王家的初步信任 如果后续 想借助他们的力量 光凭这一点 可远远不够 不过 此次恩情也是极重 后续自己在现代的活动 应当方便不少 想到这 洛晨继续开口道 王少主 好意洛某心领了 但要使令尊完全康复 还需要配合真法 此前在大殿中 我也说过了 不知道王家主 是否愿意让洛某试真 王峰已经感受过了洛晨的医术 自然满口答应 吩咐灵书素素 从库房中取一套银针来 银针 不知是否有金针 洛晨皱了皱眉 秦时期的针法 大多以青铜针 金针为主 银针还未涉猎太多 洛晨也是如此 金针 也是有的 负责拿针的灵书愣了一下 又重新跑去库房拿金针 一旁的苏老 听见洛晨要用金针 眼中闪过几分压色 这个年代 很少有用金针 行医的医生 很快 在苏老的惊叹间 灵书拿着一套 规格齐全的金针 来到洛晨面前 王峰听话地拉开短衣 露出被毒素腐蚀的胸膛 坐在一旁的墓椅上 胸膛上的毒素 确实如王峰所言 退去不守 皮肤表面的紫黑色 也有所淡去 王家主 会有点痛 不要挣扎 洛晨走到王峰身旁 取出一根细长的金针 嘱咐道 王峰闻言 豪迈一笑 洛晨有 王家练体 最不怕的就是疼痛 尽管失真便是 见这位王家主如此自信 洛晨也不再多言 轻笑一声 一股剧烈的疼痛 忽然从心脏处传来 王峰双眼 瞬间瞪得如同同龄一般 牙关紧咬 面部肌肉不断抽动 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开口道 洛 洛 洛先生 怎么 这 这般 疼痛 洛晨覆黑一笑 语气温润地说道 我都说了 有点痛的 一旁的王轩和灵叔 面面相去一番 能让家主腾成这样 叫做有点痛 在王家三人 关注疼痛一事的时候 一旁的苏老 看着洛晨的针法 眼里充斥着震惊之色 这分明 是苏家的活血针法 这个洛晨 他是从哪学来的 可以说 失针期间的每一秒 对于王峰而言 都和在地狱中走一遭差不多 十几分钟后 洛晨轻弹针尾 金针震动间 王峰浑身血液流动猛然加速 体表瞬间变红 几个呼吸后 再次吐出一口 夹杂着黑色碎块的血液 洛晨早有预料般地 躲过这一口鲜血 随后慢慢将金针碾出 金针上 带着几丝紫黑色的血液 与王峰吐出的一般无二 好了 今天的聊程结束了 等会儿根据我说的方子 再熬一碗药汤 把金针放里面浸泡十五分钟 下次方才可以继续使用 洛晨示意灵书上前 将金针干净的部分 放在他手中 嘱咐道 回头看向王峰 后者早已大汗淋漓 本就单薄的短衣 此时更是紧紧贴在身上 这样的痛苦 还要再经历几次吗 轩 之后几日 你就跟在洛先生左右 先生有什么需求 都要第一时间满足 明白了吗 王轩书弟站直 是 父亲 洛晨整了整衣衫 开口问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可否让洛某再次配些丹药 当然 作为回报 洛某会调配一些 增进修为的灵丹 交于王家 还有这种好事 王家三人对视一眼 皆面露欣喜之色 丹药一道传承至现在 早已实不存一 现在很少有丹师 能练出这种增加修为的丹药 相比于这等灵丹 洛晨提出的条件 根本就不算条件 没问题 没问题 洛先生随便用 缺什么药材 我马上让我家小子给你买 面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王峰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那洛某便借用一下此处尖药房 洛晨客气地拱拱手 对于洛晨来说 他并不知道 在他眼里不值一提的丹药 在现代这个丹药匮乏的年代 是有多么的珍贵 更何况 是提升修为的灵丹 这个两千多岁的傻小子 还觉得自己 占人家便宜了呢 见事情已了 而且怕打扰到洛晨恋丹 王家三人也是先行告退 不过苏老却留了下来 目光炯炯地看向洛晨 洛晨被看得有点猛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苏老 你有什么事情吗 苏老倒也直接 毫不拐弯地问道 洛小友 我没看错的话 你刚刚用的是活血针法吧 洛晨颇为意外地 看了苏老一眼 点了点头 苏老看见洛晨点头后 向前两步 隐约放出几分修士的威压 继续问道 很巧的是 我苏家也有一套一样的活血针法 也是金针施针 而且从不外传 请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洛晨一愣 什么 苏家的针法 苏老 您确定 这可是我洛家代代相传的针法 怎么又和苏家扯上了关系 是不是针法上有些相似 洛晨客气地说道 能让王家尊敬的老者 想来背后势力也是不入 还是不要轻易得罪为好 如果是误会 最好是能解开 入极拳 转游笼 苏老看着洛晨 自顾自地说着 洛晨越听越惊讶 好家伙 这确实是活血灵针的试针口诀 不对啊 自己在世的时候 这套针法 就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小师妹会 小师妹 哦对 自己的小师妹 好像就是姓苏来着 2000年过去 洛晨有关情识的记忆 大多都有些模糊了 但现在记忆的大门 似乎被撬开了一脚 原来 是小师妹的后人 想到这 洛晨看向苏老的眼神中 不由地带上了几分清静之意 洛晨看似思绪纷飞 实则只过去几秒 苏老在这几秒间 看着面前洛晨的眼神 从疑惑 变得明雾 又变得清静中带着点 慈祥洛小友 若是别的针法 老夫也不会多管你 是从何处学来 但是涉及到我苏家针法 还望小友将来历到初 苏老显然极为欣赏洛晨 涉及到不传之密泄露之事 也只是想追究来处 并不打算对洛晨出手 苏老 晚辈可否先问个问题 洛晨神情放松 既然知道了原因 那么就不是误会了 你说便是 苏老不是不尽人情之人 点点头 苏老 您的祖上 是不是陈九门下苏可灵 洛晨淡淡地 道出了自己师父 以及小师妹的名字 陈九 苏老对这个名字 倒是没有印象 不过苏可灵这名字一出 她的面色却是猛然一变 你 怎么知道我祖先祖 苏老放出的修士 威压慢慢收回 神色中充满了探寻之意 其实 想到了一种可能 想必苏老来之前 应当从王家主得知我的事情了吧 比如 我的先祖和王家先祖 有所渊源 洛晨温和地说道 不等苏老开口 洛晨接着道 没错 正如苏老您所想的那样 我的祖上 和您的祖上 师叔同门 苏老一叹 收敛气势 重新变为 一个普通老者的模样 所以 这活血灵真 也是你祖传下来的 洛晨点点头 笑道 正是 倘若苏老不幸 晚辈大可言明 其余同事们的真法 小师妹的本事略训自己几分 他会的 自己都会 自己会的 他不一定会 这便是两千年前 取代师父陈九 成为秦代天下第一单一双绝的天才少年 洛晨的自信 不必了 单凭你这手法就足矣 而且 苏祖留下的记载中 确实有关于其师兄的记载 与你所言 倒是一一对应 苏老白白手 但其实 有一件事 苏老没有说出口 苏家老祖 苏可灵 也就是洛晨的小师妹 确实留下了关于洛晨的记载 不过记载中 大多是充满了对师兄的爱慕之意 包括练出一颗极品的丹药 想要和最爱的师兄 分享喜悦之类的话语 但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 和这位洛晨友说 滥在家族藏书阁罪里面就行 苏老默默下定了决心 洛晨友既然要在这练丹 不知苏某 可否后颜观摩一番 交流一下 解决误会之后 苏老的心思 重新被洛晨提出的练丹仪式勾注 颇为不好意思地开口问道 自然可以 也是一位执着单一之人 洛晨自然不会吝啬自己的所学 言罢 洛晨走到药柜前 鼻尖一边绣纹 一边问道 苏老 现代灵气匮乏 许多在我家中典籍所记载的灵草药材 哪怕是寻常灵草 现今似乎都不见踪影了 王家的药柜 虽然药材众多 但是大多是普通药材 蕴含灵气的 寥寥无几苏老 走到洛晨身边 无奈道 洛晨友所言 各大世家都有想过 只是自秦时 那场大战之后 华夏的灵脉 便被破坏大半 灵力逐年流失 两千年后 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秦时的大战 洛晨摸着药柜的手一顿 急忙转头问道 什么大战 可否细说 苏老一猛 开口道 你的祖上典籍里没有记载吗 就是那场讨伐秦皇的战争 讨伐秦皇 听到这 洛晨更加急切地问道 苏老 请您细细讲述一番 苏老摸了摸胡须 开口道 这在修炼界 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我就和你细讲一下 两千多年前 大约是秦历十年的时候 宫中突然流出一条 震惊整个修炼界的消息 秦皇从仙山得了不死药 秦历十年 正是自己献上不死药的那一年 也是自己被镇于皇陵的那一年 洛晨思绪流转 这记载 确实对得上 苏老自然不知道 洛晨心中所想 继续说道 秦皇自得不死药后 变得更为残暴 凡是有修士的世家大族 都必须听其掌控 为者 灭九族 洛晨文言 疑惑地问道 为何 秦皇既已不死 而且早已是天下之主 为何还要 做出如此行径 苏老摇摇头 问道 洛晨友 你知道修炼之事 自然知道九品之境吧 洛晨点点头 他自然知晓 两千多年前 他便是被秦皇贴身侍卫 八品巅峰的影衣 带去皇陵的 当时 他还诱惑影衣 自己可以帮其突破九品 可惜没有成功 苏老接着道 那你可知 九品之上 还有一个无极之境 无极之境 洛晨有些疑惑 这确实是他闻所未闻之事 苏老瞧见洛晨这番模样 笑了笑 终于看见这个洛晨 有疑惑的模样了 可真不容易 笑过后 苏老接着说道 无极之境的消息 也是那日从宫中一同传出 先前世家百族 并不知晓此事 而秦皇对各族出手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个 不对 这不可能 洛晨听到这 已经觉得 这份记载出了差错 因为 在吃下不死药之后 修为便会散尽 何来追求无极之境一说 洛晨心中虽然知晓 但是他并未言明 而是近代苏老接下来的话语 苏老顿了顿 接着说道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秦皇得了长生 继而想要的 就是至高无上的力量 这一点 倒是符合嬴政 那个老匹夫的兴奋 这位千古一帝的身边 虽然都是冠绝天下的高手 但他生性多疑 不把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上 就绝不安心 自己这位丹师也是一样 哪怕是当时 对其极为忠诚 也会因为一点猜疑 被永振皇陵 在洛晨思绪间 苏老继续说道 起初大家都心存疑惑 对于宫中传出的那两条消息 也只当是贼子陷害秦皇的谗言 只是 事情在一年后 有了转折 秦历十年末 十一年的新春即将到来之际 秦皇现身开春祭天大典之时 前来觐见朝贡的百族 却是发现 秦皇已然九品 苏老感叹道 不可能 秦皇不可能达到这个修为 洛晨这会儿是真的震惊了 难道不死要在不同人的身体中 有不同的效果吗 苏老奇怪地看了洛晨一眼 问道 为何不可能 洛晨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 连忙解释道 秦皇日立万机 怎么可能有时间修炼到这个境界呢 苏老不已有他 笑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啊 在那次开春祭典之后 天下修炼界便流传着一则传闻 说秦皇是将取人血肉炼丹 这才有如此境界 消息真真假假 不可全信 但是世家百族在几年间 确实不断有修饰失踪 而且不乏高阶修饰 这让世家百族之中 也是有了一股危机之感 血肉炼丹 这等邪恶丹术 应当早就被剿灭了才对 洛晨回忆一番 自己的师尊陈九和自己说过 丹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绝对不能以人为要 尤其是凡人 为者是会被整个丹界围剿的 想到这 洛晨问道 所以 世家百族就联合讨伐秦皇了 苏老微微摇头 答道 如果仅仅是这样 倒也不足以让世家百族大动干戈 但是 一年后秦皇出游之时 却是真正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那日 秦皇照常寻游世家百族 收取灵药 挑选妃子 本来一切都是正常无比 但在秦皇歇息的夜里 一位九品高手 放不下心中的疑虑 竟然夜叹秦皇请宫 发现正如宫中 传出的消息所说 秦皇确实修炼了邪恶之法 那日 那位高手看到秦皇 亲手掐住一位七品高手 将其吸成了人干 不过片刻之后 便被秦皇发现 当场拿下 幸亏那位高手临死前 将消息传出 不然世家百族 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高手 洛晨听到这 已经是满腔怒火 长生还不够吗 竟然还要做出这等事情 苏老叹了口气 谁说不是呢 所以在此之后 世家百族便暗自商讨 准备讨伐秦皇 也就是半年后 宫中再次传出一条消息 秦皇已经准备突破无极之境 所需血实数量庞大 恐怕盯上了世家百族的 族长和老祖 而就是这次 大家也知道了 宫中的消息 究竟是谁放出 就是那秦皇身边 最亲近的丞相 李斯 李斯 竟然是这条老狗 他居然有勇气 去背叛秦皇落成 心里惊讶不已 但还是强压下去 继续听苏老讲述 后来 根据李斯放出的消息 世家百族集结最强战力 齐齐恭敬咸阳 直奔秦皇而去 可是秦皇吃下不死药 不死不伤 加上他九品巅峰的实力 诡异的修炼心法 百余为九品高手联手攻击 竟然没能将其击败 一场大战 绵延数月 打得滑下大地 山河破碎 大半灵脉 分崩离析 以亿抵百 这老匹夫 竟然如此勇猛 洛晨心中惊叹 继而问道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秦皇应当是被击败了吧 苏老带着忧虑之色 点了点头 不 并不能算是击败 当时以百启将军所在的白家为主 联合百家之力 施展镇压山河的封印之术 将秦皇涌震于华夏龙脉之下 永世不得脱身 洛晨有些默然 半想才开口 所以 秦皇没有死 苏老点头 是的 秦皇所服的不死药 太过逆天 加上九品巅峰的实力 世家百族能做的 只有将其封印 后来 王朝动荡交替 华夏林脉有损 秦皇没死 这个消息对于洛晨来说 是喜忧参半的 喜的是 自己终于有机会去报这两千多年的仇 忧的是 自己服下不死药后 修为散尽 目前也没有功法 可以让自己重新恢复实力 看来 自己必须得去寻得办法 解除不死药带来的副作用 况且 秦皇一旦脱困 恐怕这世间 又是要生灵涂炭了 在这般思虑之下 洛晨问道 那 秦皇被封印在哪了 文言 苏老直视着洛晨 看了许久 但摇摇头 没有告诉他 与此同时 在X是地下某处黑暗静谧的空间 昨夜那位赵家家主赵天灵 正站在一处炎壁前 你最近来得有点平凡吗 炎壁中传出一道声音 带着几分虚弱 赵天灵手中把玩着那条彩云蜈蚣 半想才开口 又失败了 再给我一点吧 炎壁中的人文言 愣了一下 随后疯狂地大笑起来 不自量力的蠢货 哈哈哈哈 不过我喜欢 不像你的仙祖 就只配当一条蠢笨的老狗 赵天灵听着这疯狂的声音 面色毫无波澜 带炎壁中人吼声暂些时 才难难自语扳道 是啊 这些仙祖 都是一个个蠢人啊 明明有如此好的机会放在眼前 却放任自留 一个个化作腐朽的枯骨 还可笑地要葬在此处 永振封印 自语完毕 赵天灵抬头 看向炎壁 沉生道 开始交易吧 距离上次 洛晨与苏老在王家耀儒的谈话 已经过去了六日 这期间 在洛晨的诊治之下 王丰的紫斑毒 也被驱除了 大半胸膛上塌陷的血肉 也丰满了一些 浑身精气神 也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最为重要的修为境界 也重新恢复至半步八平 上午九点 依旧是熟悉的王家大殿 王家众人正端坐在殿中 今日便是和赵天灵约定之日 也是决定 王家最大产业的归属之日 大 大 大 门外传来一众脚步声 投入门内的阳光 被前来的人群遮挡片刻 赢了几分 我可是如约而至了 王大家主 这长城工业的股份 转让协议书 准备得怎么样了 领头的赵天灵 双眼微眯 露出一个温和 却无温度的笑容 显得阴影 笼罩下的面容 更加阴毒 忽然 赵天灵面色一变 但很快又遮掩下去 走向前 端坐在软垫上 开口道 我们王大家主伤势恢复 当真是可喜可贺啊 说着恭喜的话语 语气却阴冷无比 王某的伤势 就不劳烦赵家主挂心了 这是长城工业的股份 拿去 王峰没理会赵天灵 爽快无比地 从公文包内 抽出一份厚厚的合同 放到赵天灵面前 赵天灵接过 招了招手 后面一个身穿西装 绿湿模样的人走上前来 从赵天灵手中接过合同 随后后退两步 仔细打量起来 好一会儿后 重新将合同交于赵天灵 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赵天灵见状 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 王家主倒是实在 坐在王峰背后的王轩 冷哼一声 低语道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般阴险 赵天灵作为七品巅峰修士 这点声音 自然逃不过他的耳朵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反倒颇感兴趣地问道 赵某还有一事 如果王家主能够答应的话 这长城工业的股份 我赵某不要也罢 王峰皱了皱眉 这老毒虫又要搞什么花样 犹豫一下 还是冷漠的 什么事 赵天灵将协议书 推到王峰面前 缓缓道 只要 你把治好你的医生 介绍给我就行 这个股份 我如数奉还 对于赵天灵来说 相比于这位医生 这长城工业的股份 可有可无 找出这个能破除 自己子般独之人才 更为重要 倘若此人不是大族之人 信手抹杀便是 王峰面不改色 按住协议书 开口道 行啊 你去找苏老便是 他治好的我 赵天灵面露不悦之色 把协议书 从王峰手底下抽出 少在这跟我装 你去年找苏老治疗一事 这九大族 谁人不知 说完又轻笑道 算了 你不说 我自己会找 这长城工业的股份 我就先收下了 拍了拍衣袖 赵天灵起身 俯视着王峰 玩味道 王大家主 你最好 把他藏身一点 越身越好 不然 下次的子般独 可就不知道找谁了呢 赵天灵留下一句 威胁的话语 便带着赵家众人 扬长而去 王峰坐在原地 沉默半上 站起身来 转身对王家众人开口道 诸位 骆先生对我有恩 说句自大典的话 这就是对我们王家有恩 如果说 有谁敢泄露 骆先生的消息 休怪我王峰 不顾同胞情面 说话间 半步八品的气势 笼罩了整个大殿 王家众人文言 轰然应目 好了 都散了吧 长城工业这个损失 我迟早会在赵家身上 啃回来的 诸位放心便是 王峰白白手 对各位族人承诺道 平日里 他的威望的确也高 大家听他这么说 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族中事情众多 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 所以 众人也是纷纷散去 处理各自的事物去了 不一会儿 大殿中就只剩 王轩王峰父子二人 两人私底下 倒是没有那么正事 王轩也踏前两步 有些忐忑地说道 爸 今天这话 是不是有点重了 毕竟都是自家人 王峰摇摇头 从大衣内侧的口袋中 掏出一个瓷瓶 轻轻扣开瓶带 一股悠香从瓶中传出 王轩仅仅是闻着香味 就感觉浑身气血流速 加快了几分 爸 这是何物 王轩看着面前 瓷瓶中淡红色的丹药 面露惊疑之色 王峰将丹药倒出 放在掌心 注视着他 缓缓开口道 这便是那位洛先生 这几日炼制出来的丹药 费血丹 昨日我给苏老送过去 你猜他说什么 王轩摇摇头 这个丹药 全是由寻常药材制成 没有用到库房里的 任何一株灵草 并且 品阶甚至达到三品之高 王峰即便事先已经知道了 但语气中仍震撼无比 更别提首次知道的王轩了 这怎么可能 王轩第一个想法 就是不可能 现在的炼丹师 哪怕是用灵草 都难以炼出同品阶的丹药 往往三品灵草 只能炼出二品的效果 更别提 用寻常不含灵气的药草炼丹了 这个洛先生 居然能凭借寻常药药 炼出三品灵丹 这怎么可能 王峰继续道 爸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也是和你一个想法 但是服下之后 才确确实实感受到 苏老所言 都是真的 虽然 这个丹药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但是你想 光是寻常药材 都能炼出灵丹 倘若我们给洛先生灵草 他能炼出什么呢 王轩吞了口唾沫 听着父亲激动的言语 雪儿 这位洛先生的价值不可估量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与其交好 明白了吗 王轩自然明白父亲的意思 猛地点头 王峰将丹药放回瓶中 弟弟王轩 这丹药就交于你了 他在三品巅峰很久了吧 看看 能不能突破一下 还有 多注意洛先生的去向 如果他要走 尽量跟着他 家里的事情 暂时不用你操心 爸还不老 洛臣这几日 一直在药炉炼丹 王家父子的对话 他自然不知道 此时的他 正注视着自己面前 这颗纯白的丹药 丹药纯白无味 浑圆温润 看起来如同一颗温润的珍珠 洛臣注视片刻后 一把将其吞下 随后运起在皇陵中 尝试过无数次的功法 王家族弟的灵气还算充裕 尤其在灵草生长之处 更为浓郁 不过呼吸间 洛臣便将天地灵气 聚拢至身边 感受着丹药在体内化开 丹田散发出淡淡的温热之意 洛臣双目一鸣 是时候了 两手掐绝 疯狂地运转起心法 想要将灵力吸引至体内 只可惜 等到体内丹药的温热散尽 洛臣也无法将灵气吸到体内 哪怕半点也没有 唉 又失败了 叹了口气 洛臣有些气馁 得知秦皇未死 他心中便隐隐生出了一股危机感 同为不死之人 洛臣自然清楚 不死之身是多么可怕 对于秦皇来说 哪怕被禁锢千年万年 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如今灵气凋敝 修士的修为境界 从王赵两家便可知 绝对比不上两千年前的修士 在这样子 过去几千年 这个封印能不能维持住 就很难说了 所以不管是为了自己复仇也好 还是为了阻止秦皇这个恶魔出世 洛臣都想要能获得 能够击败他的力量 只是 要怎么才能以不死之身修炼呢 洛臣站起身来 在奸药房中来回踱步 要不去找苏老 苏家作为医药世家 应当有不少灵药 自己可以以单数医术作为交换 获取一点 对了 苏老昨天说 会去苗老那待会儿 想到这 洛臣行动力瞬间Max 直接了当地走出王家药炉 沿着山路就往下走 只不过 几分钟后 洛臣又往回走了 是的 他不认路 恰巧此时王轩也正要找他 听警卫说 洛臣朝山上走回来了 他便在洛臣必经之路上 早早站立等待 而洛臣 也是不负所望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洛先生 请问您是要出门吗 是否需要陪同 王轩语气十分客气 完全没有了先前 在回春堂的那般傲然 洛臣挠了挠头 他其实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不过眼下在现代 他确实需要有人带着 于是也不客气地开口道 那个 你送我去一下苗朗那边吧 简单地陪同任务而已 王轩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随后 两人便一同向山下车库走去 不过这一路上 王轩总是时不时地瞥洛臣一眼 眼里又带着些莫名的渴求之色 甚至还有几分羞涩之意 洛臣被看得有些发毛 这家伙 不会有龙羊之好吧 是的 秦时其实就有男童 只不过记载中很少而已 许多有钱人还会包养男宠 供自己卸完 想到这 洛臣不由地一阵恶寒等两人走到车库 洛臣终于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王少爷 你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的吗 王轩一愣 又很快回过神 看来自己一路上的表现太过明显了吗 露出有些尴尬的表情 王轩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瓷瓶 正是王峰给他的丹药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那个 洛先生 这个丹药 能劳烦您再练几瓶给我吗 说完 又急忙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放心 报酬方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想要啥 只要在X时 我都给你弄来 洛臣面色一致 好家伙 不就几瓶废血丹吗 给你便是 至于一路上这么看着我吗 当然 如果让王轩听到洛臣内心的想法 估计会大为震撼 毕竟对于后世的他来说 这几瓶废血丹 已经是极为珍惜之物 从小到大 他就没尝过几次丹药的滋味 王家虽然有钱 啥都能买 但耐不住现在的炼丹师 不会炼丹 那王家主八品的修为 还是靠大量低品丹药堆出来的呢 这单独在体内沉积的 那是杠杠的 如果不是每年去苏老那排毒一下 还没被赵天龄堵死 自己就被单独堵死了 这些洛臣自然是不知道 他只知道 王轩为了这几颗低品丹药 用奇怪的眼神 看了他一路 洛臣又哆嗦两下 开口道 王少爷 废血丹自然可以给你 你想要多少都行 甚至抽空 还可以给你练几瓶四品丹药 但是你不要再像刚刚那样看我了 算我求你 王轩 这位快一米九的壮硕青年 在听到洛臣这番承诺后 虎目中满是感动 拱拱手 极为郑重地承诺道 先生大恩 王轩莫尺难忘 说着就要深深鞠躬 洛臣赶紧上前给他扶起来 但是被王轩的一股大力 差点压得单膝下跪 啊 不好意思 洛先生 王轩连忙扶住洛臣 洛臣摆摆手 叹了口气 好了 你赶紧送我去回春堂吧 我叫你哥 真的 两人从郊外赶到X时时 已经是大中午 此时冬日的暖阳 正高悬天空 挥洒着温热的光芒 宅家不出的人们 此时也趁着这还算温暖的气温 出门逛街 买菜 看病 X市的中心的人群 熙熙攘攘 车流也是如此 路上密密麻麻停满了车 连一个空车位都没有 不过这点事情 显然难不倒王大少爷 毕竟 大半个X市 都是他家的产业 随便将车停到 靠近回春堂的某个大厦停车场中 王轩继续作为领路者 带着洛辰朝回春堂走去 回春堂作为X是名气极大的中医馆 这种日子自然人满为患 洛辰和王轩 好不容易挤进医馆 就要朝李屋走去 等等 这个地方飞电源是不可进入的哦 一旁眼间的电源小姐姐 看到两人朝李屋走 赶紧过来喊道 两人脚步一顿 电光石火间 洛辰忽然想到 苗老之前是不是邀请自己坐堂看病来着 于是开口对小姐姐说道 我是苗老邀请来坐堂的医生 苗老在吗 小姐姐看着洛辰这般年轻的模样 有几分不幸 正要礼貌地将其请出 但一个娇憨的声音 却从一旁传来 姚姚姐 她是苗爷爷叫来的医生 你让她进来吧 洛辰转头一看 一个娇俏的倩饮 正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汤 点点汤汁 还滴落在胸口的白衬衫上 有些许狼狈 洛辰轻笑一声 这不就是那冒冒失事的苏一青 苏苏小姑娘吗 似乎是注意到了 洛辰眼中的几分调笑之色 苏苏鼓起小嘴 冷哼一声 哼 亏我还帮你解围 你还笑我 洛辰连忙收起笑容 故作严肃道 抱歉 苏苏姑娘 苗老呢 苏苏也知道 洛辰是在转移话题 也没和他计较 朝人最多的那间 诊疗室弩了弩嘴 开口道 诺 就在那里 不过你们现在还是不要去找他比较好 你们也看到了 这么多病人 估计苏也得看到 晚上了 就在两人谈话间 苏老在那间人满为患的诊疗室里 大喊一声 苏苏 要汤呢 苏苏浑身一震 一边高喊着 来了 一边小跑着过去 苏苏走后 两人站在原地 洛辰倒是不无聊 通过忘记功夫 一一诊断着来往病人的症状 王轩虽然感觉无聊 但是洛辰都没说什么 他也不好意思走 就站在洛辰身旁发呆 不过一会儿 苏苏端着空药丸跑了出来 停在洛辰旁边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开口道 苏叶说 让你进去找他 苏苏要继续去熬药了 你们快去吧 说完 又急急忙忙地 跑到监药房里去了 洛辰面色温和地 看着苏苏的背影 和自己的小师妹 真像啊 王少爷 你在这待会儿 我去找一下苏老 收回思绪 洛辰嘱咐了一下王轩后 便朝苏老所在的诊疗室走去 王轩文言 规规矩矩地站在那 一动不动 跟个铁塔似的 穿过拥挤的人群 洛辰走进了诊疗室 相比于外面拥挤的人群 诊疗室内倒也空旷 看样子 苏老没有少立规矩 一般医管人多的时候 患者都恨不得挤破头皮 往医生面前钻 来了 苏老正好喜欢方子 递给面前的患者 瞧见洛辰进来 露出一抹慈祥的微笑 苏老好 洛辰点点头 不过他的目光 却注意到了诊疗室里的 另一道身影 苏老也在 在苏老身边 正站着一个 干受挺拔的身影 正是苏家的苏老 苏老微笑着点点头 这老家伙 是来帮我忙的 这人都挤着这个时候来 老头子我一把年纪了 有些心里不尽 还有 上次王涵那样的事情 我也不想看到第二次了 刚好 这苏老头也在 就让他帮帮忙了 苏老礼貌地将患者送出 转头和洛辰解释道 原来如此 看来苏苏的那个爷爷 就是苏老吧 洛辰心里早有猜测 这一下也刚好证实一下 苏老点点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苏那丫头 在家那边闹疼得很 家里人又宠他 做错了事也不怪他 老头子 我每天跟在他后面擦屁股 都累死了 苏老拉开凳子坐下 笑骂道 你个老滑头 把苏苏送我这来 自己有个亲近事吧 苏老眼睛一蹬 开口道 谁说的 要不是 苏老话还没说完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乱 苏老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不是说了 这种时候 更要一个一个排队来 洛晨见状 开口道 我去看看 说着 便朝门口走去 他刚刚也奇怪 为何门外那么多患者 他们聊半天了 还没进来一个 不过 还没等洛晨走到门口 刚刚店外 那位叫做瑶瑶的小姐姐 就开门进来了 嘴里还焦急地喊道 苏老 你快出来看看吧 外面有个患者 突然吐血昏厥了 苏老不敢怠慢 马上起身 顺手拿起桌上的银针 便朝门外走去 苏老和洛晨连忙跟上 门外拥挤的人群 见苏老出来了 纷纷给他让开道 与此同时 被人群围在中间的患者 也露了出来 只见回春堂的 其余各个座堂医生的中间 正躺着一位 面色苍白的患者 患者此时昏迷不醒 眉头紧皱 似乎在昏迷中 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都让开 都让开 平时都白教你们了 这个时候 要给患者留足新鲜空气 苏老急忙呵斥道 最近堂里的医生 太不像样了 几位医生闻言 连忙退至一旁 有眼力见的 还帮着疏散了一下 周围的人群 苏老蹲下身子 把住患者的手腕 细细诊断起来 片刻后 又摸了摸患者的四肢 探了探鼻息 这才起身道 患者四肢冰寒 呼吸急促 脉向陈池 恐怕是新阳不足 已经十分危险了 苏苏 苏老焦急地喊道 苏苏连忙走过来 我在 苏爷爷 是要调一碗餐腹汤吗 苏老听见参赴汤三字 赞赏地看了苏苏一眼 点了点头 快 苏爷爷先给他施针 温润一下心脉 吊住他的命仙 说着 便打开针盒 仔细消毒后 准备给患者施针 等等 苏老 洛晨忽然出声 打断了苏老 向前两步 语速极快地说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苏老您刚刚是选的内观学 准备以提叉之法 激发精气 温通心阳 对吧 您再探一下患者的鼻息 当下正值冬季 患者体内寒气浓郁 如果贸然刺激心脉 恐怕冷热交替之下 有丧命之险了 苏老见洛晨 把自己要施针的手法 说得一清二楚 心中一惊 没想到洛晨在针灸一道上 造诣也如此之深 当听到后面洛晨的分析 苏老也是无可奈何地说道 可如果不刺激心脉 患者恐怕一会儿 都坚持不过去了 老苏 你这有更好的办法吗 苏老抬头看向苏老 后者见状 摇了摇头 苏老在普通医术的造诣上 其实和苏老差不多 如果让他来诊治 确实有别的办法 可以用灵力和灵草进行治疗 但恐怕患者的身体 难以承受得住灵力的运转 我有 让我来吧 洛晨蹲下身 朝苏老伸出手 苏老看着面前 这位年轻人自信的面容 不由自主地信了几分 将手中的银针交于洛晨 洛晨接过 深吸一口气 将银针对准患者胸口的穴位 慢慢碾入 苏老和苏老看着洛晨试针的手法 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双方眼里的震惊之色 两位身为医学界的泰斗人物 一个更是传承千年的医药师家的老家主 居然都没有见过 洛晨手上正在施展的针法 洛晨虽然没有看向两位老人 但是估计也能想到 他们疑惑的表情 于是开口道 此针法 名为补天 补天针 两位老者同时发出疑惑的声音 但洛晨并未解释 说完针法名称后 便继续专心试针 两位老者虽然好奇得心痒痒 但也明白此时病人重要 也是静静地等着洛晨治疗完毕 大约几分钟后 洛晨将银针拔出 随针而出的 还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 洛晨擦了擦汗 相比于金针 银针之法 他确实不太熟练 不过相比于其他人的水平来说 他的银针水平 还是数一数二的 寒气从患者体内泄出之后 患者的面色 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 现在正值冬季 虽然糖内温暖 但是寒气还是渗透在各个角落 虽然刚刚将体内的寒气 驱除一部分 并且补足了部分阳气 但病人未寒 参附汤还要一段时间 还是尽快抬到寒气较少的地方才行 见洛晨亲自抬人 跟铁塔一样 站在里屋入口处的王轩 连忙跑了过来 边跑边开口道 洛先生 交给我吧 我还有点力气 讲话间 已经跑到了洛晨面前 洛晨也不推辞 把病人交了过去 苏老还好 并不感觉诧异 倒是苏老都快震惊坏了 这王家的大公子 怎么对洛晨客气的 不快成狗腿子了 真是令人好奇 不过眼下 还是患者重要 既然洛晨游已经将问题解决 那就可以了想到这 苏老看了眼周围那么多 还在排队的病人 朗生道 好了 各位 不要围在这里了 下一个97号是谁 苏老看了眼诊疗室门口的序号 开口转移了一下众人的注意力 众人其实也就看个热闹 见苏老喊话了 纷纷又排起队来 苏老回诊疗室前 还不忘看向一旁的苏老 拜托道 这么多病人 恐怕我到晚上七八点前 都抽不开身了 老苏 你帮我打听打听 那补天真 到底是个什么 居然这般神奇 苏老点点头 笑道 自然 我也好奇得紧呢 你先去吧 打听完我继续帮你 瞧你这一把老骨头了 还这样忙前忙后的 说完 两位老友互相摆摆手 便转身分开了 诊疗室内 苏苏端着刚熬好的 餐腹汤走了进来 见病人已经醒来 正一脸感激地和洛晨道谢 面露惊疑之色 这个大帅哥这么厉害 刚刚在外面听的 居然是真的 苏苏将药汤 放在病人床头 温声道 可以喝药了 病人到了生谢 极为配合地端起药碗 一口一口地喝着 一旁的洛晨 靠在墙壁上 面带温润的笑意 也该来了吧 苏老 他知道 苗老要看病人 肯定抽不开身 而苏老 进门便夸道 洛晨友 当真是好本事 这补天真 担得起这个名字 洛晨目前是作为晚辈的角色 自然不会露出自满之色 反而极为谦逊地摇摇头 不过是脱先人之福罢了 也不是我首创的 对了 苏老 可否出去一叙 说着 洛晨走到门口 对着苏老说道 苏老自然没有问题 跟着洛晨一起进了礼物 两人在礼物的茶桌前坐定 洛晨直截了当地开口道 苏老 我想用这套针法 和你换些灵药 不知是否可以 此话一出 给苏老吓得够呛 好半天才开口道 洛晨友 你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吗 洛晨一脸奇怪之色 自然知道 一套普通针法 换些灵草 不是很正常吗 普通针法 苏老苦笑一声 给洛晨和自己倒了杯茶 开口道 洛晨友 我有些时候真的怀疑 你的家族 是不是把天下所有的医药 典籍和单方 都搜集走了 这样一套冠绝天下的针法 对你来说 居然是一套普通针法 洛晨听到苏老的话 对后世的单一水平 又有了新的认知 看来 单数和一点的缺失 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严重得多 实不相瞒 苏老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 是没有办法修炼的 所以这些年 一直在寻找灵草 看看能否修复身体的这个缺憾 让自己能够修炼 洛晨为了隐瞒不死药 又编了个谎苏老 不宜有他 作为高阶修士 自然能感受到洛晨的气息强度 确实是一个正八经的普通人 于是也了然地开口道 原来如此 所以你才想以如此珍贵的针法 来和我换取灵药 说完 苏老成因片刻 开口道 洛晨有 凡事无法修炼 接触于以下两种原因 要么是经脉堵塞 要么是身体有缺 无法储存灵气 如果是前者 老夫这里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不过 需要你付出一些代价 对于苏老所讲的两种 无法修炼的情况 洛晨自然知晓 不过他心底苦笑一下 自己的情况 恐怕不是这两种中的任何一个 但苏老的话 还是勾起了他不少兴趣 客气道 苏老 您说 是什么样的办法 需要给您什么 苏老闻言 摆摆手 温声道 不用不用 老夫也只是 提供一个消息罢了 现在九大族里 有一族姓纪 势力盘踞在江南一带 经商为主 而纪家的大小姐 出生之时 便被判定是经脉堵塞 无法修炼 这也是稀奇 修仙世家的子嗣 居然无法修炼 自己瞎编的理由 居然真的有倒霉蛋可以对得上 洛成摸了摸鼻尖 心里暗道 苏老接着道 纪家家主无比宠爱这个女儿 花费无数钱财 终于是寻得了一个灵物 名为迪灵水 那位纪家大小姐 喝下迪灵水后 虽然经脉不是完全通顺 但是好歹也是 可以修炼了 而且 据我所知 这个迪灵水 还有一部分存放在纪家中 迪灵水 洛成知道这个 产于东海之冰 有洗水阔脉的功效 对于治疗经脉堵塞 确实有奇效 不过此物 真的对自己有用吗 洛成心中有些怀疑 听到这 他已经明白了苏老的意思 您是说 让我去找纪家 换取迪灵水 洛成开口问道 苏老点点头 笑道 这件事 还是去年刚刚传出来的 那剩余的迪灵水 应当还在 而且 凭借小友你的单数 换过来应当不成问题 洛成摸摸下巴 思索一番后 点头道 行 苏老 感谢您提供的消息 作为回报 这套补天真 有空我会整理出来 交到您手上 苏老一惊 不是 洛小友 你也太时尚了吧 老人家心里一阵担忧 这比我家苏苏还没戒心啊 洛成这样慷慨 如果遇到有意之人 不知道会被骗多少财物 不过听说 最近国家推出了一个反诈APP 有空让洛小友下一个 学习一下吧 苏老 苏老 洛成看着苏老一脸呆滞的表情 伸出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一晃给苏老晃回神了 老人家连忙开口道 不不不 洛小友 这太贵重了 如果你真想给我些报酬 就答应老夫 一个小小的要求就好 洛成端坐身子 微笑到苏老 您说 苏老悄悄瞥了一眼 诊疗室的方向 凑到洛成耳边说 洛小友 你去技家的时候 把苏苏带上 怎么样 洛成一呆 啊 带上苏苏 为什么 苏老兼洛成疑惑的模样 开口解释道 你别看苏苏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 其实这孩子私下里 特别努力 早在小学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跟着家里的人 学习医学知识 到大学的时候 他的知识 其实已经非常诈实了 洛成赞同地点点头 凭借苏苏一眼看出来 刚刚那个病人 要用参附汤来治疗 就可以判断出 他的水平确实不错 苏老接着道 洛小友 我苏家虽然是医药世家 但是秦朝之后 王朝迭代 战乱四起 很多丹方都已经遗失了 现在存在家里的 也不过是几十多种 大部分的还是残缺的 苏苏这丫头 在学完世俗的医术后 开始研究起修炼界的 丹方药方了 尤其是对于丹方 这块非常执拗 经常熬夜钻研 为此 我还特意 把家里那块棉龙香 制成香囊交给了他 哦 原来先前的棉龙香囊 是这么回事 洛成终于明白了 第一次见到苏苏时 他身上棉龙香的来处了 苏老叹了口气 我知道苏苏对丹道的执念 但是我也很清楚 光凭他这样钻研 是很难复现药方的 所以我就强领他到老苗这里 算是转换一下心情吧 言罢 苏老看向洛成 目光炯炯 但是 现在有洛小友你在了 小友你的丹数 哪怕是老头子 我也是万万不可及的 所以 老头子后言拜托你 让苏苏跟在你身边 学习丹道 我愿意用苏家的药库 作为交换 带小友来到京城 苏家的药库随你挑选 好大方 洛成有些心动 两千年后 自己的洛王府 在哪都找不到了 更别提自己之前 存在库里的药材了 而王家 作为炼体世家 存储的药材 肯定不及苏家 这倒是个好交换 况且 苏苏这丫头 自己看着也顺眼 想到这 洛成点点头 应下了此事 次日早晨 冬日的陈雾 刚刚散去不久 丝丝缕缕的寒意 也被暖阳驱散 X市动车站月台 正站着三个高矮不一的身影 所以王少爷 你为什么 也跟过来了 洛成看着面前 这位王家大少爷 一脸无奈 王轩一边拿过洛成 和苏苏的行李 扛在肩上 一边认真地开口道 我父亲让我跟先生一起去 一路上也有个照应 洛成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其实不用的 苏苏姑娘 也有三挺修为 不用担心我的 苏苏唐突被Q 一脸猛逼地抬起 正在看手机的小脑袋 王轩看了眼 小姑娘嘴角 还没擦干净的薯片残渣 面色露出几分轻视 开口道 洛先生 就他这样的小身板 怎么能保护好你呢 您的安全就交给我吧 说着 还拍了拍自己壮硕的胸脯 喂 大块头 你说什么呢 三品巅峰了不起啊 苏苏瞪大双眼 张牙舞爪地喊道 王轩闻声 收起对洛成的热情之色 面色一鸣 目光认真地看向苏苏 怎么 小不点 要和我比划比划吗 言语间 三品巅峰的气息散发出来 加上接近一米九的大高个 苏苏瞬间就感觉一股压力上来了 小姑娘虽然已经修炼到三品 但是哪何人打过架 哼 大丈夫能屈能屈 诚哥 他欺负我 苏苏缩了缩脖子 躲到洛成背后 对王轩扯了的鬼脸 洛成温和地笑了笑 转身擦去苏苏嘴角的薯片残渣 摸了摸他的头 安慰道 好了 王少也不会欺负你的 看着洛成温柔的模样 苏苏翅俏脸一红 低下可爱的小脑袋 双手扭捏两下 低声喇喇道 哼 反正遇到危险 我也能保护你 G1329号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G1329号列车 正是三人的列车 洛先生 是我们的班次 王轩拿过苏苏和洛成的行李 站在两人面前 准备上车后帮忙两位放行李 不远处 随着一声声轨道摩擦的交响 流线型的列车 已经出现在三人眼中 洛成看着驶来的列车 眼中闪过忧虑之色 就在列车出现的时候 他隐隐在上面 感受到几分危机 洛成等人出行的前一天晚上 X市长城工业集团大厦顶层 赵天龄正站在董事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窗外车水马龙 城市的灯光扑洒在街巷之中 仿佛一道五彩的银河 从天际清晰而下 看着X是迷离的夜色 赵天龄缓缓开口道 发现那个医生了 赵天龄身后 一道身着长袍的阴冷青年 正半跪着 答道 是的 家主 虽然那个人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就是 他进了王家后 王峰的伤势才好转起来 摸了摸怀中的彩云无功 赵天龄眼中闪过几分冷意 开口道 不管是不是 先杀了再说 行踪吗 能查到吗 青年点点头 答道 已经查明 明天他会和王家大少爷 还有苏家二小姐 一起去江南H市 班次也已经查明了 赵天龄转身 看向青年 低笑两声 想不到还有意外收获啊 小语 截杀这件事 就交给你了 不过 王满林那个老东西 不知道在不在 还得防一手 思索两下后 赵天龄继续道 我会让二长老跟着你的 如果王满林出来了 交给他就行 名为赵宇的青年 恭敬一拜 多谢家主关心 小语必定把那三人的手机带回 我说 你们两个 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在看什么呀 洛晨看着一左一右 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 有些好奇地问道 苏苏戏着耳机 完全没听见洛晨的话 正一脸兴奋地 看着手机里的江南美食 介绍视频 王轩倒是抬起头 把手机举起来 摇了两下 有些疑惑地看向洛晨 洛先生 只是在看手机而已啊 咋了 洛晨沉默两下 自己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 好像没有看到过 关于这个手机的介绍 不过先前在审讯室的时候 看到过陈妍警官用过这个 好像还能发出声音和光亮 而且 看着两个人看得很认真的样子 应当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吧 想到这 洛晨开口问道 这个手机 是什么东西 啊 王轩有点无语名噎 21世纪了 还有人不知道手机吗 哎 不对 洛先生好像是山里出来的 王轩忽然记起来 之前洛先生好像一直在山里 作风习惯 包括日常常识都是偏向古代的 包括身份证 也是最近才在那个林安芬局里办的 那没办法了 脑海里仔细检索了一下 关于手机的知识后 王轩把自己的手机拿到洛晨面前 介绍道 洛先生 这个东西叫手机 可以看视频 玩游戏 看小说 洛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冷不丁地又问了句 视频是啥 游戏是啥 这个小说又是啥 王轩一夜 这 此刻他回想起了四五年前 叫足里那帮足佬用手机的场景 此时洛晨迷茫的眼神 和那帮老头何其相似 还好自己有丰富的教导经验 王轩深吸一口气 开始给洛晨普及 关于手机各种大大小小的功能 洛晨的理解力极强 不过十几分钟 他就搞懂了 这个叫做手机的东西 是怎么使用的 同时 他也知道了网络这个东西 也知道 以后不论是什么不知道的东西 只要上网搜索就行了 期间 一旁看视频的苏苏小姑娘 也被两人的动静吸引到了 开始热心地帮王轩一起介绍手机 只不过小姑娘 介绍的都是游戏 短视频一类的 隐隐有将洛晨拉入游戏 和短视频深渊的意思 你看你看 这个人能倒立吃面条 快看 快看 自从洛晨开始刷视频后 苏苏的分享预报长 此时正拿着自己手机 放到洛晨面前 里面是一个美女 正在倒立吃面条 洛晨见状 饶有兴趣地看向屏幕 时不时惊叹两下 没想到 两千年后 看杂耍如此方便 苏苏看着洛晨认真的侧脸 翘脸一红 黑黑傻笑两声 又凑了上去 点开创作者的首页 开心地介绍道 你看 这个人还能刷牙吹口哨 胸口碎大石 生吞大宝剑呢 洛晨极为配合地 发出惊叹声 嘖嘖称奇 自己是不是不该来的一旁的王轩 看着这个场景 有些尴尬 在一段新鲜进过去后 洛晨对手机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了 转头和苏苏说道 苏苏 我们聊一下伤寒论吧 啊 大哥 你认真的 这是和女孩子能说的话题 身边的王轩 一下子精神了 惊疑不定地看向洛晨 苏苏收起手机 点点头 好啊 上次是说到 金桂要略的论肝病了对吧 不是 姑娘 你还真接上了呀 王轩更震惊了 一瞬间 这位大少爷 觉得自己更加格格不入了 不过 两人讨论得正开心 他也不好打扰 拿起手机 王轩准备继续看视频 但是又有些烦躁地放了下去 眼神看向了窗外 等等 这窗上 怎么起了雾 王轩给三人定的是商务座 车厢内配备了暖气 而且窗边 也有储物的出风口 一般是不会有雾气才对 而且 这个雾气 好像有点奇怪 王轩凑近窗户 仔细一看 忽然瞳孔一缩 高声喊道 洛先生 苏苏 戒备 嫡媳 那哪是什么雾气 分明是一只只细微的白色小虫 爬满了窗台 可恶 是赵家吗 王轩看见虫子 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定然是赵家的手脚 洛晨和苏苏面色一正 起身走到王轩身旁 苏苏和王轩运起心法 戒备起四周 这班车的商务座 只有洛晨三人而已 他们也不知道 敌人身在何处 物语虫 洛晨这下 也瞧见了窗上的白色小虫 开口道 王轩没有回头 有些紧张地问道 洛先生 您知道这个虫子的来历 赵家御虫 家族内虫类繁多 但是保密功夫做得极好 这么多年下来 其余个家族也只是知道 其中一部分虫子的名称和功效而已 更何况 以前传下来的典籍遗失 对于赵家的虫类 其余个族就更难辨认了 所以 赵家在九族中 一直处于很神秘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 他们家里还藏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物语虫 我记得是赵高那个老家伙的收藏之一吧 洛晨搜刮了一下记忆 开口道 这种虫类极为歹毒 通常会有一只母虫 母虫体内含有很多细小的子虫 就是窗上这些 子虫在灵力催动下 会吐出虫物 物中含有毒素 可以麻痹人脑 迷乱无感 洛晨一一解释道 啪啪啪 车厢四周 传来几声鼓掌声 一个阴冷的声音 从黑暗中传来 不愧是救下王峰的医师 见识就是广博 话落 两股虫群 忽然从车厢前后的两道门外 朝内涌来 虫群阵之间 还不断地喷吐着淡灰色的雾气 不好 把这个服下 洛晨迅速从口袋中摸索一下 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瓷瓶 从里面倒出三颗黑色药丸 拿出两颗 分给身旁的两人 王轩和苏苏接过 毫不犹豫地吞入腹中 这个是破障丸 对付这个虫子的毒气 应当不成问题 不过 要注意隐藏在雾气中的敌人 洛晨也吞下丹药 面色凝重地看向四周 嘱咐道 在三人服用丹药的短短间隙 雾气已经弥漫了整节车厢 王轩眼里闪过坚定之色 将洛晨护在中间 开口道 洛先生放心 这赵家鼠辈 我王轩必会将他揪出来 粉身碎骨 苏苏虽然有些发抖 但还是紧紧握拳 颤颤地开口道 苏 苏苏也会努力的 王少爷口气倒是不小 希望你的实力 配得上你的口气 阴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伴随而来的是 翻腾的雾气 从中传来的一阵凄厉的破风声 王轩面色一凝 低喝一声 万象绝猛然运转 浑身肌肉膨胀一圈 雾中传来的破风声 是朝洛晨的方向而去 看来对方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斩下洛晨的手机 岂会让你得逞 王轩横移一步 挡在洛晨身前 双手交叉 下一秒 一把黑色的刀刃破雾而出 直直地劈砍到王轩的双臂上 但只留下一层浅浅的白痕 哼 乌龟壳 雾中人收回长刀 声音缓缓淡去 王轩松了一口气 但还没松下心神 咔嚓 雾中忽然响起一声 扣动扳机的声音 王轩瞳孔一缩 不好 有枪 而且还是在后面 砰 一声清脆的枪 响从王轩背后传来 而他的背后 洛晨正站在那 蠢货 都什么年代了 不会还以为 我会和你用冷兵器干到底吧 雾中传来猖狂的笑声 伴随着清脆的枪响 和王轩的绝望 嗯 怎么没有听到子弹入体的声音 王轩绝望的表情中 挤出了几分疑惑 你才是蠢货 苏苏清脆的声音 从一旁传来 王轩回头 只见小姑娘双手平举 一个水盾 正横在她和洛晨面前 上面还有一颗子弹在旋转 不过几秒后 便失去了动力 悬浮在水盾中 差点忘了 还有苏家辉浴水的小姑娘 王轩松了一口气 砰砰砰 雾中人的声音顿了一下 随后扔掉手枪 拿起背后的一把冲锋枪 扣动扳机 一连串的子弹 酸麻的脊背 他连忙拉过王轩和苏苏 躲进了另一个商务座后面 就在三人躲闪后 原先站立出的座椅 便被倾斜的弹药 轰出一个个透明窟窿 王轩看了一眼座椅的惨状 额头满是汗水 咒骂道 该死 这安检怎么做的 连冲锋枪 让他带到上面来了 雾中人剑没打中三人 瞬间便调转方向 枪口再次喷出火焰 子弹朝三人新的藏身地点袭来 苏苏连忙撑起水盾 把三人围在中间 子弹透过座椅 没入水盾中 像是拍镜头一般 失去了动力 但随着子弹不断射入水盾 苏苏的面色也越来越苍白 显然维持水盾 对他的消耗极大 洛臣连忙从口袋中 掏出一个白色玉瓶 从中拿出一颗丹药 塞到苏苏的嘴里 苏苏孤独一下吞入腹中 面色这才红润了几分 洛臣见状 安心不少 脑中开始飞速思考起来 对方的武器 究竟是什么不重要 当务之急 是找到对方的确切位置 幸亏当时在王家 练了不少备用丹药 思索间 洛臣再次掏出一个 小巧玲珑的红瓶 里面只有一颗丹药 通体弹红 遍布着白色的纹路 隐隐散发这些狂暴的气息 洛臣多次掏丹药的举动 自然逃不过物中人的视线 只见他看着洛臣 还有些骨囊的口袋 眼神中露出浓浓的贪婪之色 这小子身上丹药真多啊 只要杀了他 就都是我的 物中人一边把打空的弹夹换下 一边从嘴里发出一阵悠长的尖笑 令人不寒而栗 虫群听到尖笑 纷纷涌动起来 吐出了更多更浓的灰色雾气 洛臣面色一变 急忙道 不好 是让物与虫暴走的虫哨 没时间了 哨声激励下的虫群 会吐出浓度更高的毒物 破障完恐怕难以持久地护住你们 言语间 没等王轩反应过来 洛臣将红色玉瓶捏在手上 朝王轩内侧跑去 悄无声息地把丹药塞到王轩手里 口中飞速地嘱托到 那个人出来的时候 马上吞下这个丹药 王轩正要开口劝阻 洛臣已经绕过他的身体 朝商务座侧边跑去 来吧 鱼儿 洛臣这几天明白一件事 在现在这个丹方遗失 丹术失传的年代 各种丹药对修士来说 都是致命的诱惑 更何况 物中人的气息不强 对于自己身上 这些低品丹药的渴求度 肯定更高 只要他上钩 王轩凭借自己给的 暴灵丹提升力量后 定然能擒住那人 所以 洛臣还特意面露惊慌之色 把口袋中的药瓶 朝外露了露 果不其然 洛臣才刚刚跑出两步 一个身着长袍的阴冷青年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蠢货 离开那两个修士的保护 你什么都不是 洛臣看着对方年轻的面容 心中暗道 果然如此 虽然表面上 还是保持着惊慌的神情 但洛臣的身体 已经朝原来的方向 倾斜了几分 想跑 过来吧 你 洛臣装得那么明显 阴冷青年自然看出了 洛臣回撤的意图 拔出腰间的长剑 就朝洛臣捅过去 就等你这一剑 刺 洛臣不闪不闭 长剑直直地从他的腹部穿过 撕碎外衣 在背后露出一截 挂着血丝的剑尖 洛先生 王轩目自欲裂 没有丝毫犹豫地吞下丹药 感受着药力散开后 爆炸般的力量 怒吼着扑了上去 阴冷青年反应也是极快 松开握着剑柄的手 朝身后的雾气 暴退耳去给我留下 洛臣在青年松开剑柄的瞬间 便栖身而上 飞快拔出插在腹中的长剑 悄然往上面撒了些粉末 随即狠狠朝青年劈去 该死 怎么碰到了个疯子 青年显然没有想到 洛臣如此疯狂 竟然不顾腹部狂飙的血液 也要追击自己 虽然躲开洛臣的攻击很容易 但是王家少爷的攻击 自己恐怕躲闪不及了 青年显然厮杀经验很是丰富 瞬息间便做出了更优选 硬生生挨了洛臣一剑 肩头被斩出一道血痕 留下几滴鲜血 随后青年也是顺利藏入雾中 王轩扑了个空 狂吼一声 懊恼无比 在后方的苏苏也连忙跑过来 看着洛臣不断朝外 涌出鲜血的腹部 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诚哥 我马上帮你直选 马上 马上 苏苏控制住空气的水汽 凝成水环 将洛臣的两处伤口堵住 洛臣看着两人焦急的模样 忍着疼痛 扯出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 不用担心 我没事 那个人虽然逃了 但他已经死了 大言不惭 青年显然并未远去 听见洛臣这狂妄的话语 心中极为恼怒 只不过是给自己添了一道 小小的伤痕 竟然如此大的口气 青年再次扣动扳机 任由冲锋枪怒吼着 倾泻他的怒火 苏苏还在给洛臣直血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水盾也来不及马上放出来 直到王轩用宽阔的脊背 挡住了几颗子弹后 才堪堪展开水盾 挡在三人面前 王轩挖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子弹入体带来的震荡和冲击 让他这个三品修饰 都有些承受不住 要是能早点拿到废血单就好了 那样我就能突破四品了 到时候 苦笑着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王轩恨恨地想到 看到洛臣三人狼狈的模样 物中的青年 已经露出了得胜者的笑容 笑话 说什么我输了 到头来 为了保护你这个废物 这两个三品修饰都得死 可惜了这个水灵的小姑娘 恐怕自己没法享用了 胆夹再次打空 青年不慌不忙地卸下 一个重伤的普通人 一个没用的小姑娘 一个还算有点战斗力 但是受伤了 优势在我 青年慢慢地把手伸向腰间的 心弹夹 等等 怎么感觉肩膀有点麻 不对啊 这个冲锋枪自己用了好久了 后座力应该没有那么大才对 青年面露疑惑之色 看向了自己的发麻的那个肩膀 瞳孔骤然缩小 眼中的淡然迅速被震惊和恐惧所取代 刚刚被洛臣砍出的那道血痕 上面已经覆盖了一条条黑紫色的纹路 宛若爬上了一条条争鸣的毒虫 此般毒 青年惊叫一声 作为赵家的优秀弟子 自然知道赵天龄那只采云蜈蚣的紫斑毒 不过之前都是看到紫斑毒出现在敌人的身上 此时 出现在自己身上时 显得是那么让人绝望尝尝你们家主爱宠的毒素吧 洛臣听见青年的惊叫 露出一抹放松的笑容 刚刚洛臣 撒在长剑上的粉末 正是在为王峰治疗期间 从他吐出的毒血中 萃取出来的紫斑毒 而且 还加了料 能让毒素 起效得更为迅猛 刚刚冲出去之前 洛臣早已做好准备 如果自己的攻击被躲开 王轩自然能擒住青年 有着暴灵丹的加持 将青年头骨捏碎应当不成问题 如果青年想要以小伤换取顿走 那么 剑上的毒素 就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残忍 不过几夕 雾中忽然传来一声重物倒地的闷响 所有的物与虫 随着那声闷响 纷纷散去 王轩和苏苏抬头一看 那个操控毒虫的赵家青年 已经满脸紫黑地躺在地上 整个身体在毒素的作用下 不断地萎缩干瘪 不一会儿 就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 王轩还好 吞了口唾沫 目光惊惧地看了洛臣一眼 但苏苏乃见过这样的场景 惊叫一声 躲在洛臣身后 一边遇水给洛臣治疗 一边不断念叨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洛臣松了口气 没想到刚出来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幸好自己有所准备 在王家的这几日 洛臣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所考虑 以后毕竟是要和王家打交道的 虽然现在双方和和气气 但是大家族都以利益为主 以后难免会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 所以 洛臣毫不客气地 用了大量王家的药材 炼出了各种各样的丹药和毒药防身 其中就包含了那剧毒无比的紫斑毒 没想到 竟然用在了这里 在洛臣思绪间 不死药的效果已经开始发挥 洛臣被穿透的伤口 开始慢慢愈合起来 摸了摸苏苏的脑袋 洛臣开口道 苏苏 我已经没事了 去帮帮你王大哥吧 他怕那好久了 王轩虽然皮糙肉厚 但是毕竟没有到达四平 吃了几发子弹 还是很严重的 苏苏见洛臣的伤口 已经开始愈合 便舒了一口气 乖巧地点了点头 去帮王轩处理伤口去了 好了 这个物语虫 可不能浪费 既然已经宰了敌人 那接下来 就是搜刮战利品的时候了 洛臣拍拍衣服 站了起来 朝青年的尸体走去 但还没走两步 洛臣就猛然停顿了脚步 不知何时 一个枯瘦的老者 已经站在了青年的尸体旁 手中还拿着一只头 小身大的灰色虫子 小语啊 你安心地去吧 这物语虫 二爷也会帮你好好保管的 说着哀悼的话语 语气却充斥着欣喜之意 仿佛获得了质保一般 洛臣瞇了瞇眼 这小子 不是你家后辈吗 竟然躲在后面见死不救 还要夺他的虫兽 何等无耻 老者闻言 抬起满是黑斑的老脸 怒到多 这物语虫 本就是我的虫兽 家主却命我教于他 作为护身虫兽 整整十年 我花了十年时间 才培养出来的虫兽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交给了这个 没出过一分力的小子 而且 这小子 连怎么发挥物语虫的实力 都不知道 他也配 洛臣一边把手 朝藏着紫斑毒的口袋里伸去 一边继续面部改色地说道 所以 你就任由他被我毒死 也不救他是吗 老者闻老成精 早就注意到了 洛臣的小动作 衣袖一挥 一道进风 朝洛臣打来 击碎了洛臣的口袋 装着紫斑毒的袋子 落在地上 里头的粉末散了一地 老者瞥了一眼洛臣 你小子确实有点鬼点子 但是还不足以 让老夫放在眼里 话落 眼神绕过洛臣 朝王轩的身后 看去 朗声道 别藏了 王满林 你以为我闻不到 你那骨子汗臭味吗 林叔 王轩一惊 跟着老者的视线 朝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西装的老者 缓缓从车门后走出 一身铁柱般的肌肉 横穿整脸的伤疤 阴损般的目光 正是王家管家 王满林 林叔轻叹一口气 没记错的话 你是赵家的二长老吧 连你都派了出来 你们家主就这么想开战 二长老伸出脚 将地上青年的干尸 一点点碾碎 开口道 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家主自然有他的考量 说着 口中吹出一声轻哨 一股黑压压的虫裙 便从二长老的袖袍中涌出 朝骆尘等人涌来 王满林不慌不忙地脱下西服 放在一旁的商务座上 露出内里鼓鼓囊囊的胸肌 浑身灵力燃烧 一股白气从体表升腾而起 如果说王轩的灵力是一条小河 那么林叔便是一条澎湃奔腾的大将 握紧拳头 林叔毫无花哨地 朝扑来的虫裙挥出一拳 拳牙直接将虫裙打散 飞在前头的数十只 更是直接化作鸡粉 消散在空中 二长老当然不指望这样的招数 就能击败林叔 连吹多个口哨 再次放出几股黑色虫裙 不过 这些虫裙可不是虫向林叔 而是在一旁的洛晨三人 卑鄙 林叔目光一领 腿部肌肉紧绷 直一蹬 便瞬间出现在洛晨三人身前 连续挥出几拳 将虫裙打散 但二长老的目的 显然没这么简单 这只是阳攻罢了 死 被打散的虫裙后面 二长老阴毒的面容突然出现 枯瘦的大手上 正捏着一团虫卵状的东西 拍向林叔 林叔只来得及 将背后的三人震开 自己却被二长老的一掌 狠狠拍重 虫卵状的东西 在二长老的手掌 和林叔的皮肤挤压间 猛然爆炸开来 绿紫色的浓稠液体 溅满了林叔的整个左臂 液体有着极强的腐蚀性和毒性 呼吸间 林叔被液体覆盖的皮肤 便传来了剧烈的灼烧感和麻痹感 林叔皱了皱眉 狠狠甩了下臂膀 年夜被甩飞至一旁 将座椅俯视出一个个大动二长老 趁时追击 眼中闪烁着阴狠的光芒 显然不想给林叔喘息的机会 刚刚炸出绿紫色农业的虫卵 再次被二长老拿在手上 朝林叔扔来 虫卵在空中不断鼓动 在半空中爆裂出一团农业烟花 四散地覆盖住了林叔 包括洛臣三人 林叔咬紧牙关 忍住左臂的剧痛和麻痹感 双拳不断挥出 将洒向洛臣三人的农业击散 但自己却毫无防备地被农业洒中 林叔闷哼一声 一股血运之感从脑海中传来 显然毒素已经影响到脑神经了 二长老岂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趁着林叔血运之际 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刃 朝林叔受伤的左臂劈来 短刃刀锋上闪着悠悠的绿光 明显是催了剧毒 林叔勉前抬起双臂 挡住攻击 但却被二长老紧随而来的一脚 直接踢飞至车厢边缘 你要是不保这几个小崽子 你还能和我打一打 现在 二长老不屑地冷哼一声 挥舞袖袍 从里面放出另一种通体血红的飞虫 飞虫个头娇小 晶莹剔透 应当是正处于幼年期 刚好 拿你们为我的小宝贝们 去 二长老吹出一声短促的虫哨 红色飞虫便飞速地朝洛臣三人涌来 燃 角落的林叔发出一声爆吼 强行振作起来 从角落冲出 挡在洛臣三人身前 此时 林叔提表蒸腾的白气变得血红 仿佛覆盖了一层血色的烈焰 一拳挥出 在空气中划出一道赤裂的扭曲痕迹 瞬间将血色飞虫击碎击散 二长老连忙收回飞虫 眉宇间露出浓浓的心疼之色 随后又被冲天的怒火所取代 王满灵 上我宝贝虫兽 我要你死 尖锐的哨声不断从二长老口中传出 衣袖 裤脚 甚至是二长老的蹊跷里都飞出了密密麻麻 仿佛无穷无尽的黑色飞虫 铺天盖地 躲无可躲 瞬间便将林叔淹没 可恶 王轩在后面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是失血过多的他 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 此刻的他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力量 如果自己平时能好好修炼的话 说不定就能帮上林叔的忙了 在王轩懊恼间 洛臣拍了拍他的肩膀 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苏苏 给我点水 洛臣将衣服撕下一块 递到苏苏面前 苏苏连忙捏出一个水团 浸湿了碎衣服 这小子要干什么 二长老虽然一直控制着飞虫缠住王满林 但是还是分了部分心神 关注洛臣 毕竟这小子连紫斑毒都用出来了 指不定还有什么脏东西藏在身上 想到这 二长老连忙奋出了一小股的黑色飞虫 命骑冲向洛臣 洛臣见飞虫袭来 丝毫不见惊慌 从另一个完好的口袋里 取出一颗黑色丹药 碾碎在被水润湿的布条上 在丹药粉末接触布条的瞬间 一股剧烈的腥臭味 猛然迸发出来 让人机遇作偶 虽然这个味道对于人来说难以忍受 但是似乎对虫群 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原本在二长老控制下的虫群 纷纷调转方向 朝布条飞来 连原本在不断攻击林书庞大虫群 也隐隐有被吸引过去的趋势 你怎么会有引灵丹 这个分明 只有我们赵家才有 二长老原本淡然的表情 在闻到黑色丹药散发出来的腥臭味道后 再也绷不住了 洛臣将布条跑到林书脚边 面露轻视地看向二长老 哼 不过是一颗普普通通的引灵丹罢了 没想到赵高那条老狗的后裔 已经沦落到这种东西 都当作家传丹药了吗 二长老彻底绷不住了 侮辱上升至老祖 已经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 洛臣似乎并没有停嘴的意思 继续轻蔑地说道 你们这操虫术 也不过是半吊子罢了 怎么 赵高那个老狗 没有把神殿控虫教给你们 就教会你们吹口哨了 还有 食骨虫卵是这样用的 跟二愣子一样 给它炸开 你是操虫师吗 洛臣语气轻蔑 言语中尽是侮辱之意 但他说的是事实 二长老一时竟没法反驳 这让他感觉憋屈得快要爆炸了 深吸了一口气 嘴里冷冷道 几句戏言 真当我会被转移注意 减弱对王满林的压制吗 臭小子 等我解决了他 下一个就是你 洛臣拍拍手 指了一下刚刚抛到林书身旁的布条 轻笑着开口道 首先 你已经被转移注意力了 再者 你也没有机会去解决掉林书了 二长老看了眼 被布条吸引过去的数十只飞虫 嘴角勾出一抹阴冷的笑意 讥讽道 就少了这么几十只围攻他 他就不会死了 笑话 洛臣摇摇头 碰 洛臣话音刚落 那围拢在布条周边的数十只黑色飞虫 猛然膨胀 炸裂开来 白色 黄色的枝叶四箭 散发出浓烈的恶臭 二长老刚想发出一声吃笑 但忽然面色一变 虫群 不受他控制了 围拢在林书周边的虫群 纷纷朝着四箭的枝叶 还有死去的飞虫尸体飞去 阵池间 发出了狂暴的嗡鸣 林书压力骤然减轻 战斗经验丰富的他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抱贺一声 身躯如同蛮牛一样 冲向二长老 作为操虫师 二长老在近战时 万万敌不过林书的 失去庞大虫群的护卫 他被林书晋身后 唯一的下场 就是被荡沙包捶爆 二长老无比果决 掏出身上仅存的三个石骨虫卵 眼中闪过几分肉疼之色 随后把灵力注入虫卵 抛向林书 虫卵和之前一样 在半空中炸开 变成零零散散的绿紫色农叶 朝林书飞来 林书见又是那诡异的虫卵 眼中露出浓浓的厌恶之色 停下脚步 松拳画掌 推出一股裂风 将农叶吹飞 不过这片刻间 二长老已经击碎车窗 跳了出去 来不及为二长老的逃窜惋惜半点 车窗破碎带来的强烈风压 已经开始将车厢内的物品往外吸了 不好 作为管家 动车高速行驶间 如果车窗破碎 会发生什么后果 林书再清楚不过了 车内不稳定的气压 很可能导致列车剧烈震动 有脱轨的风险 果不其然 几秒后 四人便听到了 车外传来铁轨淒厉的哀鸣 整截车厢也开始摇晃起来 好在是车组人员反应及时 直接进行了刹车 刺 列车与铁轨间传来刺耳的嗡鸣 带来的强大反作力 几乎瞬间就推在四人的背上 林书稳住下盘 双手托住洛晨和王轩 洛晨则死死地抓住苏苏 这才没有被抛飞出去 片刻后 列车缓缓停下 车厢外传来车组人员 杂乱的脚步声 洛晨看了眼 阴冷青年的干瘪尸体 连忙跑过去 拿出一包白色的粉末 倒在上面 不过一会儿 尸体以及覆盖在表面的衣服 便被溶解成一滩黄水 其余三人看到这个场景 对洛晨的危险度评估 再次往上升了几分 单药 毒药 处理尸体的药 一应俱全 而且手法娴熟 这个哥 到底杀了多少人啊 王轩眼里 透出几分惊剧 其实在他心里 对于没有修为的洛晨 一直是处于一种 强者看弱者的感觉 不过经历此次事件 他狠狠地将这个想法抹去了 尸体处理倒是方便 但是这地上残余的 在刚刚窗户破损间 没有被吸出去的枪和弹壳 却让洛晨犯了难 交给我吧 林书向前两步 开口道 他先是把座椅掰碎 堆叠在前后两处车门 延缓车组成员进入的脚步 随后 拿起车门旁 尚且完好的吸服 掏出里面的手机后 信手一挥 吸服在灵力的加持下 绷得笔直 仿佛一把黑色的扇子 刮起的飓风 将地上残余的子弹和枪 聚拢在一处 林书用吸服一包 扎紧 扔向窗外 随后吐气开声 一拳轰出 将还飞在半空中的吸服 连带里面的子弹枪械 全部烘成了鸡粉 这种东西 即使在荒郊野岭 也不能随意丢弃 我一身溃烂 不宜出现 少爷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会先给家主打个电话 后续有状况再联系我 林书处理完枪械子弹后 看了一眼身上 被尸骨虫卵 弄得溃烂的皮肤 开口道 随即从二长老打碎的窗户处 翻身出去 一个跳跃 便已经蹲在车顶 拿着手机 拨通了王峰的电话 在林书动作间 车组成员已经到达 撞开被杂物堵塞的车门后 列车长焦急的面容 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着洛晨被鲜血染红的腹部 王轩身上 各处被玻璃刺伤的伤口 酥酥煞白的面旁 列车长心里已经开始慌了 发车前 上面还特别嘱咐过 这个车厢里的客人身份极为尊崇 一定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保证三人顺利到达 谁知 这列车行驶到半路 居然遇到了这样的意外 列车长吞了口唾沫 忍着喉咙的干涩 焦急道 快 去给那两位先生上药 见洛晨和王轩的伤势比较严重 列车长连忙吩咐旁边 提着药箱的乘务员前去上药 说话间 自己也跑到了王轩和洛晨旁边 询问道 两位先生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那边的窗户破损了 洛晨对于现代交通工具只知道一些 多说几句恐怕会漏线 所以只是保持沉默 王轩脑筋动了两下 开口道 似乎是那个玻璃出现了问题 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裂开了 其实这个理由极为拙劣 不过列车长此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台阶 理由罢了 我们会立刻检修 会保证明三位顺利到达H市 列车长承诺后 便去通知车组检修人员 紧急排查和修复列车的问题 不仅是车窗 包括其他各个地方 列车长都不敢有一点掉以轻心 列车到达H市 已经是日暮西沉 此次重大事故 各个部门的责任是少不了了 不过王轩等人知道 是自己王家和赵家的冲突 才导致了这场意外 差点让一列车几百人 丧生于这场意外 所以 王轩事后还是联系了家里 不管是和上面打招呼也好 出钱也好 尽量保证车组人员和其余部门的人 能够免去此次追究 经过这次意外 林书也不敢再默默地躲在后面了 这样的话 如果三人出现了问题 自己第一时间支援不到的话 那他难辞其咎 少爷 家主已经安排好人来接我们了 去H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书此时用一套大衣 遮盖了满身的伤痕 看起来有些狼狈 不过身形还是笔直 稳健 一如既往地恪守着管家的职责 王轩点点头 随即转向洛辰一边 问道 洛先生 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洛辰此时正安抚着后趴的苏苏 文言 点点头 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意见 那 诸位随我来 林书领着三位 走向了车站外 早已等候多时的专车 第二日清晨 H市第一人民医院13层 特护病房中 洛辰正在帮王轩和林书查看伤势 他的伤口 早已经完全痊愈了 区区致命伤而已 有不死药在 他根本死不掉 洛辰先是看了一下王轩 枕了一下脉 王轩还行 本身体质就很好 加上三品巅峰的万象诀 冲锋枪的子弹 只是嵌入了肌肉 并没有伤到内脏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 在医生做手术取出子弹后 他就被裹成一个大粽子 然后被林书摁在床上 吃饭上厕所都要打报告 其实他是可以起来活动的 但是百般迁就他的林书 此刻却是无比强硬 动都不让他动一下 王少爷 除了血气有些不足外 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 洛辰有些好笑地 看了一眼王轩排大粽子 随后看向林书 目光中露出敬佩之意 林书的伤势很严重 食骨重卵的毒素 已经侵入到他的内部神经 可以说 从那次战斗结束后 林书是一直忍受着 刺骨的疼痛和神经的麻痹感 被安排三人的后续事宜的 在手术室外 等王轩成功做完手术后 林书这才支撑不住 直直地倒了下去 幸好洛辰出手及时 借了一套银针 把林书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林书 其实你可以早点和我说的 就不用现在躺在床上了 洛辰有些无奈地 看着病床上的林书 林书洒然一笑 放心 七品修饰 没有你们想得那么脆弱 一点毒而已 不算什么 洛辰拉过凳子 坐在林书身旁 把他扶起来 靠在软垫上 语气严肃地开口道 林书 这个食骨虫毒真心不可以小瞧 这玩意儿培养条件 极其苛刻歹毒 根据我家中传下的记载 品质高级的食骨虫卵 能够轻易地毒伤八品修饰 虽然那个老家伙 手里的虫卵品质不高 使用方式也极为粗糙 不过不及时排毒的话 哪怕您是炼体修饰 身体也会被侵蚀的 林书有些噎住 半想才开口道 洛先生 您的家传点击真多 洛辰轻笑一声 招呼了一下 在一旁玩手机的苏苏 苏苏 能麻烦你帮个忙吗 苏苏此时正坐在床上 摇晃着白嫩的小腿 带着耳机看着视频 听到洛辰的话 他摘下一边的耳机 抬起可爱的小脑袋 怎么了 诚哥 洛辰指了指林书身上的伤痕 开口道 麻烦你帮我一下 我帮林书驱毒 苏苏嗷了一声 人身边一副静听吩咐的模样 洛辰走到一旁的沙发处 拿起那件破破烂烂的洛王衫 从里面又拿出一个小木盒 苏苏见状 忍不住开口问道 诚哥 你这个衣服和多拉A梦的百宝袋 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吗 要跟拿不完似的 洛辰拿着木盒走到林书床前 疑惑地看向苏苏 什么多拉 什么梦的 这个衣服能装 是因为它一共有八个口袋 外面两个 里面六个 能装不少药 苏苏凑近 里里外外翻了一下衣服 发现确实是有八个口袋 虽然衣服破破烂烂的 但是口袋保存的 居然如此完好 设计这个衣服的人真奇怪 一点审美都没有 苏苏嘟囔一句 又走到了林书身旁 别骂了别骂了 洛辰苦笑一声 这件衣服就是他设计的 正当洛辰要为林书治疗时 林书又开口说道 洛先生 您这边还存了多少丹药或者药膏 洛辰一顿摸了摸下巴 思索片刻后 说道 还有一瓶四瓶的撞骨丹 两瓶三瓶的回源丹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丹药 其实 洛辰的礼仪还藏着几包毒药 连洒在列车地上的紫斑毒 他都偷偷收集回来了 不过这些东西 都只能当做奇招来使用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反而效果不好了 林书文言松了口气 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 好好 这我就放心了 洛先生 如果说去拜访技嘉的话 最好是能拿着 这些丹药作为敲门砖 我想 他们不会拒绝 一位大丹师的请求的 洛辰点点头 温和道 林书 还是先给你疗伤嘛 一个弃品的修饰 可比我有排面多了 林书豪迈地笑了几声 连脸上猙獰的伤疤 都柔和了几分 放松身体 躺在床上 任由洛辰和苏苏 为他治疗 X是长城工业集团大厦 依旧是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 赵天龄 依旧是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与之前夜晚沉静的氛围不同 此刻夕阳下的办公室内 空气显得格外沉重 西沉的斜阳 在赵天龄的脸上 打出一片阴影 让本就阴冷的面容 更显狠不 修长白净的手指上 正捏着一只灰色的大虫子 正是那个列车上 死去青年的护身虫兽 物与虫 二长老贵夫在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小雨死了 五眉尸骨虫卵 也丢干净了 赵天龄的语气很淡 淡得让人几乎 听不出感情波动 但是二长老知道 这是家主怒到极点的表现 二长老努力克制住 颤抖的声音 开口道 是的 那个丹尸小鬼 极为狡猾 不仅提取出您的紫斑毒 杀了小雨 还会炼制引灵丹 让我的虫群暴走 二长老把所有的重点 都往落成这个方向说 尽量撇清自己见死不救 以及胆怯逃跑的事实 说完 还抬头看了一眼赵天龄的表情 又触电般地垂下头去 这倒是有意思 没事 反正H室那边我也有安排 他逃不掉的 你先下去吧 赵天龄摆了摆手 示意二长老退下 二长老恋恋不舍地 看了一眼那只乌羽虫 便拱手退开 等等 利药 拿着 赵天龄忽然叫住了二长老 扔给他一瓶丹药 二长老接过 打开 看着瓶中紫红色的丹药 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恭恭敬敬地拜谢两下 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冬天的白日总是短暂的 很快暮色便被夜幕所笼罩 站在幽冷的办公室中 看着二长老原先贵妇的地方 赵天龄眼中闪过阴狠之色 喃喃到废物 就知道内斗 等是完了药 你就没用了 骆先生 怡青小姐 请问两位用餐完毕了吗 记家主已经同意我们上门拜访了 特户病房门口 林书西装笔挺 恭敬地问道 经过骆成几日的治疗 林书的伤势也已经恢复大半 这两日也是不顾骆成三人的阻拦 开始为三位安排各项的生活事宜 其中就包括 约记家家主见面 病房中的骆成 以及苏苏 正在啃着林书买来的大包子 满嘴流油 说实话 秦朝哪有现在那么多好吃的 骆成这两天都吃嗨了 包子 生煎 油条 豆腐脑 锅贴 肠粉 煎饼果子 虾饺 烧卖 无论是哪种 都让他无比喜爱 听见林书的话 苏苏抬起头 小嘴鼓鼓囊囊的 好半天才咽下包子 开口说道 林书 你不要叫我怡青小姐了 好奇怪哦 你叫我苏苏就好了 骆成抽了张纸 给苏苏擦了下嘴边的油渣 开口道 林书 你安排就好 我随时都可以去 里头病床上的王轩孤勇两下 朗声喊道 林书 我没事了 我也可以去的 相比于王家族地 纪家就直白多了 H市龙湖区 处立着一座H市最高的建筑 纪家大厦 没错 就是这么朴素的命名 早上九点 骆成等人如约而至 来到这座大厦门口 奇怪 人在哪里 林书樱目中露出几分奇怪之色 在昨日的商谈中 纪家主明确说 今天早上九点左右会派人来接 怎么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哄 正当林书准备打电话的时候 大厦顶层忽然传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整栋楼仿佛都被震得抖了两下 四人抬头一看 大厦顶部的几个楼层 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碎势玻璃从高空不断洒落 隐隐还有几道黑影 从楼中飞出 撑开了滑翔一样的东西 朝远处飞去 林书收起电话 环顾四周 确认没有普通人之后 紧绷肌肉 在碎石块接近的时候 迅速挥出几拳 把所有掉落的杂物轰碎 四人都不是傻子 显然顶层是出大事情了 两两相视一眼后 都往大厦里面跑去 不过还没等他们靠近大门 门内就跑出一群人 领头的是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四十多岁的年纪 眉宇威严 此时 那板正的面容上 却挂满了焦急之色 纪家主 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书也是一惊 这着急跑出来的 正是纪家的家主纪承云 林老 来不及解释了 刚好您在 麻烦帮我一下 纪承云看见林书 眼前一亮 向前两步 拉着林书 就往大楼停车场方向跑 才走两步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便从车库急驰出来 急杀之后 停在纪承云面前 他连忙打开车门 看向林书 开口道 快 上车 看见纪承云如此焦急的模样 林书也不好推脱 转身迅速交代几句 让骆成三人再次等候 随后便上了车 汽车发出一声震耳的咆哮 朝大楼破损后 那几个黑影飞去的方向 急迟而去 纪承云所在的汽车开走后 又上来几辆 在上人群中修为较高的 便跟着纪承云的车子 往外驶去 原地只留下几个一瓶 二瓶左右修为的纪家子弟 发生什么事情了 骆成走到一位纪家子弟身旁 开口询问道 纪家子弟 见刚刚家主拉着林书跑了 知道这群人是自己人 于是开口解释道 今天先是资料库失窃 还有就是 刚刚大小节在和家主 做年度财务汇报的时候 有一群修士空降到会议室 将会议室炸了个粉碎 还掳走了大小节 说着 这位纪家子弟面上 挂满了担忧之色 什么 连纪家的人都敢绑 什么胆子 不会是赵家干的吧 王轩惊讶出生 他现在有些PTSD了 自从赵家上次 在开春大笔夺窥之后 好像哪哪都有 他们搞事的身影 所以 王轩一遇到这种 关于修士的事情 第一时间就联想到赵家 纪家子弟摇了摇头 赵家一般都是用虫子 以及诅咒类的东西搞事 很少像这样子 直接在楼层里 安装炸弹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上去看看吧 说不定现场 能留下什么线索 在这干等着 也不是什么事 洛晨走到两人中间 提议到 随后看了一眼 纪家众人 眼神中含着征询之意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各位 随我来 刚刚答话的 那位纪家子弟 掏出一张磁卡 在大门旁的读卡器上 刷了一下 随后领着众人 朝大厦内走去 事故发生的地点 是在纪家大厦顶层 纪家的会议室 原先装潢豪华的房间 已经被碎石碎砖覆盖 露出墙体内承重的钢筋 室内还残留着几具尸体 血肉模糊 碎石以及各种杂物 扎满了身躯 从破损的西装 可以看出 应该是纪家的人 跟在洛晨身后的 几位纪家子弟 看见这几具尸体 面露悲伤之色 高处凌冽的寒风 顺着缺口 朝室内疯狂涌入 不忘为心寒的人 增添几抹肉身上的寒浪 洛晨默不作声地 挡在苏苏面前 挡住了部分寒风 众人将视线 投到室内各个角落 四下观桥起来 但是爆炸实在太大 废墟几乎掩埋了一切 众人哪怕是将废墟 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任何 除了碎石以外的东西 骑行搜寻两个多小时 见没有线索 众人只好作罢 在纪家子弟的邀请下 暂时待在二楼的会客室 午时 纪家大厦楼下 又响起了数辆汽车 到来的声音 众人透过窗户一看 正是刚刚纪家主 带出去追的那几辆车 但洛晨等人赶到楼下时 看到的是纪家主 尸体身着红衣 上面刻着些奇怪的花纹 头颅已经被轰爆 只是匆匆地用衣物包着 保证血水不会滴落在车上 一旁的洛晨 看到这个红衣 眉头一皱 这红衣有些面熟 而且 尸体上除了散发出血腥味之外 似乎还带有一点奇怪的优想 马上联系刘局 立刻掉东部城区的城市监控 刚刚那群人 就是在那里消失的 纪承云指了指尸体 对洛晨背后的一个青年吩咐道 言罢 就要把尸体交给那个青年 此时 洛晨向前两步 站到纪承云面前 开口道 纪家主 不知是否可以 让我看一下这具尸体 纪承云看向洛晨 面露疑惑之色 看向林书 问道 这位是 林书文言 掏出手帕 擦了擦手上的血 走到洛晨身旁 介绍道 这位是洛晨 洛先生 是一位单师 医术也是超绝 家主的子班读 就是他治好的 听到这 纪承云的双眼睁大了几分 面上 路感兴趣之色 哦 那个连苏老 都治不好的子班读 洛先生 当真是好本身 连林书 都如此尊敬对待的人 他纪承云 自然不会敷衍了事 只是 现在不是恭维的时候 再厉害的单师 也比不上自己的女儿 想到这 纪承云拱拱手 开口道 洛先生 您的到来 实属让纪家蓬毙生辉 但此时小女 正处于危险之中 承云恐无法亲自招待 还请您见谅 这位纪家主 言语间十分客气 在这种危急时刻 已经是极为给面子了 这家主 倒是性情中人 洛晨暗自点头 从这里看出 这纪承云 应当是极为重感情之人 如果这次能帮他救出女儿的话 应当能获得极大的好处 纪家主 这具尸体上 有能找到你女儿的重要线索 不知道能否听我一眼 洛晨知道纪承云很急 所以就直奔主题 纪承云文言 眼里露出几分不幸之色 你是单师 又不是侦探 怎么如此自信 不过看在灵叔的面子上 纪承云还是强压下了心中的交集 将尸体放在地上 开口道 洛先生请说 事关重大 可不能开玩笑啊 洛晨走到尸体旁 蹲在上面 从身上拿出一个木盒 里面装着一套通用规格的银针 本来这套银针 是为了施展针法 展现医术所用的 如果纪家有什么病人 需要用到银针 洛晨正好借施展针法 增加自己换迪灵水的筹码 不过 现在却要用作他用了 洛晨拿出其中最长的一根 慢慢从尸体的 腹部丹田处碾入 待银针没入大半后 洛晨轻弹针尾 待银针颤动几下后 迅速拔出 银针出体后 尸体的腹部 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般 干瘪下去 从刚刚银针扎出的细微空洞中 隐隐透出了些 带着血腥味的忧香 让人闻着有些眩晕 狂躁在场 众人都是羞逝 无感灵敏 自然都闻到了这口香味 纪承云面露惊疑之色 蹲下来 看着洛晨问道 洛先生 这个香味是 洛晨将银针上的血涕弹走 解释道 纪家主 此香名为血蓝香 乃是从南部羽林特产的 血蓝花索之城 对加快修炼有奇效 但是用酒之后 会使人性情狂躁 纪承云闻言 面露思索之色 南部 难道是吴家 可是 我纪家和他们 除了生意上有些往来 并没有其他交集啊 洛晨指了指尸体红衣上的 那些奇怪花纹 开口道 纪家主 虽然我不知道 你说的吴家是哪个 但是卢走你们女儿的人 肯定不是吴家之人 看着衣服上的花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应当是一个叫做 血斋的组织 血斋 其余人倒是没什么反应 但林叔和纪承云 却面色一变 纪承云开口道 洛先生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血斋 应该是情世期才有的组织吧 都两千多年了 还能在吗 说到一半 这位纪家主忽然顿住了 脸上露出几分尬色 不对 他们家好像也是从情世期 一直传到现在来着 洛晨没有在意纪家主的表情 极为认真地回答道 不会错的 血蓝香和这件外衣 就是血斋的标志 这血斋在丹界 一直有着血肉攻防的外号 在秦时的势力极大 丹界围剿多年 才看看把气消灭 没想到 竟然还有余孽存活至今 听到洛晨这么说 纪承云面色大变 顾不得李树 抓住洛晨的肩膀 焦急地问道 那 我的女儿不是很危险 洛晨直视着纪承云的双眼 开口道 一般来说 这种丹药组织的宗旨 都是为了探寻丹道 即便是方法比较极端 盯上您女儿的原因 恐怕是因为 您的女儿 从一个没法修炼的普通人 变成了可以修炼的修士 这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吧 至于为什么一年前的事情 拖到现在才动手 我也不清楚 纪承云松开抓着洛晨的双手 有些失落道 是我害了一二 如果 我把消息封锁得再好一些的话 洛晨拍了拍 纪承云的肩膀 温声道 也不是全无办法 只不过 需要纪家主相助 纪承云猛地抬起头 目光炯炯 沉声道 洛先生请说 只要是承云能做到的 必当竭尽全力 洛晨明白他的交集 语速极快地说道 准备一间炼药房 接下来我说的材料 一并送过来 还有 安排好搜查人员 接下来要搜查的范围 很可能是全程 先生放心吩咐就是 别说全程 哪怕是全国 我纪承云都能安排 洛晨面色稍安 也是 听林书说 这个纪家盘踞江南一带 两千多年 能量极大 只是没想到 居然华夏境内 都有他们的势力 真不愧是存至今日的九大族 不再多想 洛晨快速地把所需要的药材 以及年份报了出来 纪承云亲自掏出手机 打开备忘录记下 随后吩咐手下人马上准备 随后 亲自将洛晨 请到纪家大厦的医药研发部 纪家生意涉猎广泛 房地产 信息科技 金融 医药 农林等等 无所不包 正巧 医疗行业作为近年新兴产业 纪家自然大力投资过 为此 还在纪家大厦 设立了一个高精尖的医疗研发部 和王家的药炉一样 包含了中医和西医两部分 中医区药材储备也是极多 在洛晨等人刚到建药房时 手下人便已经备好了所需的药材 纪承云在药房里四下观桥一下 发现没有炉子 开口道 洛先生 好像没有药炉 我马上给您筹备一个 洛晨摆摆手 开口道 不用这么麻烦了 纪家主 我用这个就好 说着 拿起 放在煎药架上的煎药锅 深吸一口气 将药材按照炼制顺序 摆放在桌台上 洛晨调整好状态 看着药材 目光沉静 开始炼药吧 洛晨的双手 在药材之间翻飞 由于没有灵力 无法控火 洛晨只能按照 寻常煎药的步骤来制药 清洗 浸泡 萃取 煎制 去扎 每一步都妙到豪颠 寻常的煎药 在洛晨手里 仿佛艺术一般 林书碎 下午一点半 纪家二层的会客厅中 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吗 纪承云坐在沙发上 侧着头 用肩膀夹住电话 双手翻着手中 几张通话记录的报表 嫌疑人逃顿的时候 是9点10分左右 方向是朝H